这是一杯不同寻常的冰城 含有丰富的有毒物质 冰城刚调制好 就被端给了俄国的黄楚飞 谁知嘴馋的王子也想来一口 宫女没来得及阻拦就被抢走 她紧张地看着王子 怕她真吃下去 因为这是专门调制的 可以无声无息送走索菲亚的冰城 不过幸好王子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 就离开了 冰城又重新回到了索菲亚的手中 她没有犹豫 直接就把冰城送入口中 没过几天 索菲亚就感觉到身体不适 索菲亚以为自己是生病了 但她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她一旦露出这生病的样子 近一点 眼前一直憎恶她的未婚夫彼得 远一点 欧洲列国的国王都会将她撕成碎片 索菲亚只能一边偶血 一边强行拖着即将昏厥的身体 走向自己的房间 此时的索菲亚还远不是后世称赞中 那位俄国雄主 列卡捷琳娜大帝 她现在只是一个想嫁入豪门的普通女孩 却不知道这份少女幻想 让她与欧洲列国为敌 连性命也是朝不保夕 1744年 俄国已经成为东欧一把 为了获取这个政治盟友 14岁的落魄贵族索菲亚 被普鲁士国王派往俄国 与皇储彼得三世联姻 但无论是普鲁士还是俄国 都并不希望索菲亚能活着到俄国 所以他们让索菲亚自己解决一切 索菲亚前往俄国联姻的100元活动经费 都还是找人借的 此时的索菲亚如少女怀春斑 西纪未婚夫彼得是英明神武的人 让她成为被人羡慕的王妃 但她的未婚夫不仅不英明神武 反而是有点像弱智患者 而且也不喜欢索菲亚 彼得三世向女皇提出终止联姻 彼得也是出生在普鲁士王国 她还是菲特列一世的孙子 只因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终生未嫁 与情人也没有生下子死 于是把具有彼得大地血脉的彼得三世 接到俄国成为继承人 但彼得三世是一个极其美脑子的人 一点权力都没有的他 对女皇一点尊重都没有 大臣面前张口闭口就是姨妈 私底下都是韩老妖婆 还扬言等自己当上了国王 就把俄国全盘普鲁士话 废除女皇那些不合理的政策 这把女皇弃得牙的都要咬碎了 怒吼她是白痴吗 哪个正常人会在女皇还健在时 就赶造女皇的烦 女皇弃得牙都要咬碎了 但她没有跟彼得争辩 而是打算让彼得去看看残酷的现实 女皇带彼得来到监狱最深处 指着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说这就是上一任俄国国王伊凡六世 彼得文言眼睛都被吓大 女皇羽不惊人死不休 他表示当年侄女安娜一世继位 因为他不支持 就通过政治斗争将安娜一世流放 扶持他的儿子伊凡六世上位 然而只是三周后 自己就废除伊凡六世的自立为王 自己下令所有人 不准跟伊凡六世说话 也不准教伊凡六世书籍 让他成为跟婴儿差不多的废物 话到这里 女皇直接明示地告诉彼得 他不是因为是血脉最近才是储君 而是自己因为想要彼得是 女皇也当作不知地告诉大臣 他已经不对彼得抱有任何希望 他只希望彼得能给他生下一个继承员 到那时他是把彼得夫妇关进修道院中 永世不见天日 还是灭口的已决后患 他很犹豫 一番敲山正虎 装睡的彼得当场就被吓尿了 再也不敢违背女皇的要求 同意跟索菲亚进行联姻 但私底下还是想弄出些幺蛾子 与此同时 圣彼得堡的皇宫内 各国使臣都在讨论女皇为什么 会选择普鲁市的公主联姻 现在的普鲁市正在崛起 如果两国联姻 必定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威胁 他们必须要想办法从中搞破坏 比如这个男人 明明是俄国给职位发工资 去吃力扒外地充当法国外交官角色 外交官直接提出停止联姻 不然就是对法国宣战 俄国外交官也不虚 表示如今的俄国不怕开战 法国想打就试试看 外交官没办法 只能想办法暗地里弄死索菲亚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想索菲亚死翘翘 而这些索菲亚都不知情 这时的索菲亚正在赶往圣彼得堡 但马车却意外翻了 一个帅气的男人出现在索菲亚的眼前 营救了他们 他以为这就是彼得王子 索菲亚没有犹豫地就爱上了对方 男人只能尴尬地介绍自己是萨尔科夫公爵 索菲亚听到后 也只是失落了一分钟 随后又开始憧憬与王子的见面场景 将与萨尔科夫公爵的几天相处 当作是一个浪漫的相遇 很快索菲亚就到了俄国 虽然没有一个人迎接她 遭到极致的冷遇 但索菲亚并没有灰心 在几天后的见面会上 早有准备的她用一句话 就获得女皇的赞扬 这句话 让索菲亚的俄国生涯有了一个好的开头 看着女王如此开心 外交官用法语告诉同事 索菲亚必须的死 两国的联姻必须阻止 在俄国的日子里 索菲亚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储妃 没日没夜地学习俄语 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出一点差错 还积极地给彼得写情书 想获得彼得的青睐 但一封回信都没有 和彼得的见面时 彼得对索菲亚是各种敬而远之 让索菲亚备受打击 因为彼得并不喜欢她 并且还有一丝讨厌的感觉 这让索菲亚不知如何是好 而此时的外交官色又了一名宫女 让恋爱恼的宫女 帮她在索菲亚的饮食中下慢性毒药 这是俄罗斯检查女孩 是不是处女的方法 先算一下女孩的肩宽多少 然后让她伸出手下蹲几个 反反复复十几次以后 再让索菲亚将两脚张开至与肩同宽 然后拿出一块小镜子 检查索菲亚是不是处子之身 而索菲亚通过了测试 本以为可以嫁入俄国皇室 谁知第二天 就感觉整个人像中毒一样昏昏沉沉的 然而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中毒后的索菲亚是由法国外交官诊治 作为下毒的外交官 扯淡地以索菲亚的嘴唇有血 外交官就判断她是血太多 就打算让索菲亚放点血就好了 一碗一碗地放 因为当时的欧洲治病多是放血疗法 索菲亚便也没有多想 事后法国外交官告诉俄国大臣 索菲亚应该是患有遗传疾病 但俄国大臣们不相信 因为外交官一直想阻止联姻 他们担心索菲亚哪怕是没病 也会被外交官给致死 大臣们表示要给索菲亚换新医生 而女皇得知此事后 也是让人立马去调查 毕竟无缘无故的大病一场 这是怎么看都蹊跷 女皇此举并不是担心索菲亚安危 而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女皇生性多疑 她在每个王宫贵族身边都安排探子 24小时监督他们 自称是人数超百万的探子军团 索菲亚进入皇宫的第一天 就被人严密地监视 而索菲亚也发现了密室探子的存在 所以索菲亚说话都是过脑子 试图给女皇证明自己对她没有威胁 谁知女皇还是信不过索菲亚 居然派出探子莱瑟又索菲亚母亲出轨 让恋爱恼母亲对探子言听计从 以达到彻底监控索菲亚母女的地步 谁知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 索菲亚还是不明不白的疑似中毒了 这样女皇也担心起自己的安危 才派人下令严查 而且女皇一直都是把索菲亚当生育工具 她真正的想法 还是自己生下孩子继承皇位 中国的皇帝武则天告诉她 侄子再亲也不如亲儿子亲 更何况彼得还是凡骨仔一个 所以索菲亚中毒的一个月 除了爱慕她的萨尔科夫公爵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看她 在女皇派出的调查团严密搜寻下 法国外交官即将暴露 于是她让宫女加快下毒的步伐 恋爱脑的宫女开始调制毒冰城 然而这一次 在索菲亚即将吃下去的时候 看到庸人放了个新鲜的橙子 突然不想吃宫女送的罐装冰城了 让庸人给她拿新鲜橘子 索菲亚无意间逃过一劫 刚走出房间 庸人就被宫女狠狠打了一巴掌 宫女怪她坏了这次的计划 但她的行为却引起了调查大臣的怀疑 大臣们很快就找到宫女下毒的证据 宫女急忙找到让她下毒的外交官 让她履行诺言地带自己私奔 谁知外交官翻脸不认人 转手就把宫女给灭口了 然后自己拔与法国的书信烧毁 试图抹掉法国的阴谋 但已经太晚了 大臣以叛国罪逮捕外交官 未来等待她的将会是无尽折磨 而解读后的索菲亚 也开始倒追彼得之旅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她发现彼得就是一个渴望战争的中二少年 于是投其所好 为彼得建造全兵种的小同仁军团 又换上男装 陪彼得玩军团扮演的游戏 然而无论索菲亚做什么 彼得都对索菲亚不在乎 甚至扬言索菲亚就是她的噩梦 这让索菲亚很是悲伤 还好他们的婚姻并不由自己做主 一段时间后 女皇决定给索菲亚跟彼得订婚 并赐予她一个新的名字 叶卡杰琳娜阿列克谢耶弗娜 一个在日后被世人所熟知的名字就此诞生 她成为梦寐以求的皇处妃 然而叶卡杰琳娜才高兴没几天 母亲那边就出了纰漏 原来叶卡杰琳娜的母亲为了钱 私底下一直偷偷给普鲁士国王联系 出卖了不少俄国的机密 而母亲怎么也想不到 与她山盟海市的恋人居然是探子 探子将情报交给女皇 而愤怒的女皇找到叶卡杰琳娜母女对质 让母亲坦白从宽自己的罪行 不然就处死叶卡杰琳娜母女 为了不拖累即将成为皇处妃的叶卡杰琳娜 母亲一五一十地坦白了罪行 而女皇也尚存理智 知道如果皇处妃的母亲是间谍 如果捅出去 整个皇室都将沦为笑柄 于是女皇将母亲关进大脑几天 出气之后 便把母亲永久逐出俄国 送行那天 母亲抱着叶卡杰琳娜哭得泣不成声 悔恨自己才迷心窍 险些害了叶卡杰琳娜 叶卡杰琳娜不责怪母亲 反而为家人分离而痛苦 母亲虽然不靠谱 但也是她唯一的队友 从今以后 她将是孤立无援的一个人了 1744年 叶卡杰琳娜迎来了她和彼得的婚礼 但两人的脸上却都没有笑脸 因为他们不是嫁给了爱情 洞房花竹叶 王妃划破自己的手心 然后把血字涂抹在床单上 她只能以这种方式欺骗女皇 自己已经和彼得王子同过房了 但真实情况却是 叶卡杰琳娜独自在床上哭泣 彼得却在房间内替正堵 无论如何也不碰她 之前为了不动房 过分的彼得竟把侍卫带进来观战 看看叶卡杰琳娜敢不敢当着几十人脱衣服 叶卡杰琳娜急得眼泪都掉出来了 最终在叶卡杰琳娜的求助下 一直暗中守护她的萨尔科夫公爵出面 才制止了这场闹剧 但彼得依旧拒绝叶卡杰琳娜 不管她如何主动 看着叶卡杰琳娜伤心的模样 彼得只好说出原因 因为她怕两人生下孩子 那样他们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彼得将女皇的威胁一一向到叶卡杰琳娜 女皇现在已经不对彼得抱有希望 如果他们生下继承人 很有可能两人都会被女皇关禁绣到院 那样的话 他们就会永远不见天日 就像现在被关禁要塞监狱的 上任皇帝伊凡六十一样 叶卡杰琳娜文言并没有恐慌 而是鼓励彼得可以反抗 但是彼得不同意 他认为女皇是不可战胜的 这让叶卡杰琳娜觉得很是好笑 彼得天天想着想造女皇的反 却连对女皇拔剑的勇气都没有 但也只能想想罢了 最终他和彼得没有洞房 这件事很快被探子告知女皇 于是女皇命人把他们锁在房间内 不许出来 要是还被女皇的宫女拿走 就是想让他们洞房 谁知半夜彼得就开始发高烧 任凭叶卡杰琳娜如何呼救 都没人开门 最终还是密室的探子发现不对 上报女皇后 叶卡杰琳娜他们才得到医生的治疗 经过御医的查看 彼得被确诊为天花 这种病在当时就是绝症 并且会大范围的传染 御医怕被感染 说什么也不给医治 女皇许诺如果治好 送御医一座庄园和大量的钱财 以及一把可以砍下任何头颅的宝剑 在女皇的恩威病适下 御医开始医治彼得 就这样 王宫内开始大面积的用石灰消毒 只要彼得碰过的东西都要收拾出来 然后一起烧掉 但彼得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民间还传出彼得已死的谣言 俄国顿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 普鲁士国王以血脉最近的理由 准备大军东进的侵占俄国 国内的野心家们 以保证皇室血统 要复辟傀儡伊凡六十来夺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彼得真的去世了 那顺位继承更近 但没有任何权利的叶卡杰琳娜 运气最好也是流放 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上帝 几天后 彼得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只是因为天花变成恶鬼模样 当他走出房间 周围全是害怕的眼神看着他 就连女皇看到他现在容貌 也被吓得晕了过去 死里逃生的彼得从此性情大变 只因叶卡杰琳娜被他的容貌吓得倒退几步 他就断定叶卡杰琳娜和女皇一样 都只是在利用他而已 叶卡杰琳娜反驳不是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叶卡杰琳娜打算亲吻彼得一口 谁知彼得直接打了叶卡杰琳娜一巴掌 委屈的叶卡杰琳娜只能蹲在墙角哭泣 而叶卡杰琳娜的厄运远没有结束 这个母亲有多惨 怀胎十月的痛苦分娩 可她的丈夫一脸厌恶地想离开产房 不管叶卡杰琳娜是否难产 而女皇也是只在乎孩子 下令保小不保大 等叶卡杰琳娜的儿子一出生 女皇就将其抱走 叶卡杰琳娜刚从昏睡中醒来 得知孩子被女皇抱走 不顾刚刚分娩的痛苦 随意披上外跑 就亮亮呛呛地来到女皇请殿 恳求女皇能将儿子还给她 可女皇不管叶卡杰琳娜的悲伤 扔给叶卡杰琳娜一条昂贵的宝石项链 说这就是她生孩子的报酬 叶卡杰琳娜跟情夫生孩子的事情 她既往不救 叶卡杰琳娜以后就负责给她生政治男孩 每生一个政治男孩 都有昂贵的报酬 此时距离彼得的天花病事件已经过去七年 这七年里 俄国在女皇的统治下 军事实力越发强大 但随着应付欧洲乱局的军队扩大 各方野心家的军事力量也猛增 同时只发展军事的高昂军费支出 已经拖垮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女皇不得已将目光盯上了教会 俄罗斯的耕地本就少得可怜 人口还只有1500万 教会就占据了三分之一耕地 和200多万的人口 关键是还不交税 女皇通过谈判恳求教会交税 但教会言辞拒绝 还说俄罗斯能多年和平 不靠女皇想方设法地扩充军队 全靠他们跟上帝祈祷 所以女皇还要追加他们的赏赐 这让女皇气得胡子都掉了 只能效仿中国的三五一宗灭佛 和之前的欧洲有为君王 通过军队来迫使教会交税 经济得到一点恢复 但也因此失去教会这个强有力的队友 让他们与各地野心家强强联合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女皇迎来所有帝王 都最害怕的时间问题 如今的女皇身体已经快不行了 为了稳定局势 女皇迫切需要一个继承人上位 但继承人彼得就是反骨仔 还是死敌普鲁士国王的脑残粉 于是女皇为了压制各地野心家 也为了培养合格的继承人 已经年迈到失去生育能力的女皇 决定让叶卡杰琳娜生一个儿子出来 为此她命令叶卡杰琳娜去讨好彼得 两个人必须繁衍后代 如果生不出来男孩 她就把叶卡杰琳娜流放到北极囚境 在女皇的步步紧逼下 叶卡杰琳娜不得已坦白了真相 她跟彼得没有洞房 自己还是厨子一个 女皇对此勃然大怒 但想到叶卡杰琳娜还有生育价值 便没有动怒 命令叶卡杰琳娜去勾搭彼得洞房 自己也会想办法帮忙的 但一年过去了 女皇连绑架下药都用上了 彼得也只是跟下人洞房 就是死活不愿意跟叶卡杰琳娜洞房 无奈之下 女皇只能下令让叶卡杰琳娜 找也男人生孩子 只要官方认定孩子是彼得的 是俄罗斯的三代合法继承人 至于是谁生的不重要 反正开放的欧洲人各种找情人 血统都成串串了 所以只要孩子能满足政治要求 其他的无所谓了 叶卡杰琳娜起初不愿意 毕竟她是纯洁的保守女孩 但女皇将刀架在她的脖子上 说一切由不得她做主 在女皇的安排下 叶卡杰琳娜开始找男人 女人穿军装 化胡子 英姿萨爽 男人穿裙子 戴假发 浓妆艳抹 一场男女反穿的化妆舞会开始 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舞会 但其实这是女皇召开的选情夫大会 目的就是帮叶卡杰琳娜找个野男人 叶卡杰琳娜在舞会四处寻找男人 曾经对叶卡杰琳娜一见清新的萨尔公爵 跑到叶卡杰琳娜的身边搭讪跳舞 随着欢快的舞蹈 两人的身体越靠越近 萨尔公爵也借机表明爱情 这让叶卡杰琳娜受宠若惊 等萨尔公爵前脚刚走 彼得后脚就来指责叶卡杰琳娜越举了 但当叶卡杰琳娜想跟她谈谈时 彼得又头也不回地离开 在她的心里 叶卡杰琳娜就是她的玩具 她不要 别人也不能碰 彼得的薄情寡义深深伤害了叶卡杰琳娜 叶卡杰琳娜对其从始至终的巴结 只是为了嫁入豪门过好日子 当然最好是两人真心相爱 但嫁给彼得以后 彼得反而将她一步步推入深渊 相反萨尔公爵一直在背地里 默默守护叶卡杰琳娜 叶卡杰琳娜越发的怀念与萨尔公爵出狱时 被萨尔公爵搭救呵护时 那满满的幸福感 叶卡杰琳娜的一切行为都被密探看在眼里 她将其禀告给女皇 而女皇得知后 将萨尔公爵喊来谈谈心 明里暗里的暗示萨尔公爵 让她去和叶卡杰琳娜生个孩子 还说这是让她和叶卡杰琳娜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女皇的恩威病逝下 萨尔公爵找到叶卡杰琳娜 想商量如何应付女皇的命令 但始终开不了口 只能帮叶卡杰琳娜弄一下身上的血 叶卡杰琳娜得知萨尔公爵的来意 随后两人来到一间旅馆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一切都被密探看在眼里 她很快就将此事汇报女王 得知消息的女皇露出愉悦的笑容 很快就计算出 如果计划顺利的话 叶卡杰琳娜的预产期将在九月下旬 女皇丝毫不怕彼得不认这个孩子 如果她不认 自己只能宣布彼得三世离奇暴毙 女皇让爱人大臣告诉彼得 如果不想跟伊凡六世一样被囚禁 就去跟叶卡杰琳娜洞房 彼得知道女皇的目的 但她没有办法 只能认病地跟叶卡杰琳娜洞房 时间转眼来到九月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 叶卡杰琳娜的第一个孩子成功降生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孩子被夺走后 无依无靠的叶卡杰琳娜去找彼得求助 但只会窝里横的彼得表示 自己绝不会救叶卡杰琳娜的野种 等自己熬死女皇登基后 她就会处死羞辱她的所有人 尤其是叶卡杰琳娜和那个野种 彼得又一次伤害了叶卡杰琳娜 于是叶卡杰琳娜只能去找萨尔公爵求助 毕竟那是他们的孩子 可萨尔公爵表示自己做不到 刚刚女皇以就任军官的名义 将自己发配边疆 押送的军队就在外面 尽管再不舍 萨尔公爵也被迫离开叶卡杰琳娜 叶卡杰琳娜一时间失去了所有 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也对权力前所未有的渴望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叶卡杰琳娜一直被囚禁在城堡中 不能见自己的孩子一面 直至在野新家总理大臣的帮助下 叶卡杰琳娜才能在儿子保罗两岁生日那天 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听到女皇的声音 叶卡杰琳娜连忙请罪 好在女皇的心情不错 就让叶卡杰琳娜好好陪保罗玩玩 还让彼得也跟着一起玩 而彼得也没有拒绝 缓缓牵起保罗的手 一家三口难得温馨的在一起 彼得天生就很亲近保罗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血缘关系 还是因为保罗的性格还是长相 就是他的克隆翻版 总之彼得对这个性格一模一样的儿子 很是疼爱 认为他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时至今日 大部分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很快就到了分别的时候 保罗不舍得恳求叶卡杰琳娜不要走 这让叶卡杰琳娜眼眶逐渐泛出泪水 而叶卡杰琳娜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女皇背着所有人 和男友爱人大臣秘密结婚 他决定过继保罗为养子 还立下遗嘱 死后将由男友继位 爱人大臣死后由保罗继位 如今的正统继承人有两个 伊凡六世被女皇囚禁成低能儿 彼得三世是懦弱无能的反骨仔 正要发动战争的女皇 绝对不能让彼得上位 爱人大臣很不支持女皇的想法 认为自己继位 将会给各地野兴家造反找理由 但女皇心意已定 回头就立保罗为继承人 她认为自己能搞定一切野兴家 为了应对普鲁士的东口 女皇不顾国内经济危机的 宣战普鲁士 普鲁士使臣上前一步的接过战书 面对女皇的羞辱 普鲁士使臣拒绝捡起战书 问女皇是否决定于死网破 女皇不甘示弱地站着不动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帅气的波兰王子走上前 捡起地下的战书交给大使 用威胁的话语逼迫使臣接下战书 使臣不想死在俄国皇宫 只能愤然地拿着战书离开 女皇对他的举动很是认可 然后下一秒 波兰王子看了叶卡杰琳娜一眼 就此一见钟情 不久后 叶卡杰琳娜就收到波兰王子的情书 和一个雏菊 面对波兰王子的求爱 早就不怎么相信爱情 只相信权利的叶卡杰琳娜 用欲情故纵的方式 让波兰王子成为自己的群下之臣 他需要波兰王子的政治势力 而叶卡杰琳娜的那点事情 很快就被探子记录下来 女皇得知叶卡杰琳娜和波兰王子的事情 选择默不作声 他也需要波兰王子背后的政治势力 上次卖叶卡杰琳娜换继承人保罗 这次卖叶卡杰琳娜换波兰政治支持 卖谁不是卖 他和叶卡杰琳娜各取所需 不久后 波兰王子回国 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叶卡杰琳娜也怀上了波兰王子的孩子 女皇对此很是不满 暗示叶卡杰琳娜把孩子拿掉 但叶卡杰琳娜针锋相对地表示不可能 两个强悍的女人四目相对 唇枪舌剑 高手过招的气氛 让人忍不住平住呼吸 叶卡杰琳娜的反抗 让女皇很是介怀 与此同时 女皇的男友爱人大臣 他私底下找到彼得 谎称女皇的遗嘱打算由保罗继位 如果彼得不想错失皇位 就应该利用这次战争机会 用参军的理由发展军中势力 让自己有把剑可以用 这让彼得十分赞同 恳求女皇让他参军入 而这是爱人大臣也吹枕边风 让女皇给彼得一个机会 毕竟自己真的不合适纪位 女皇想了想 决定还是为了政局稳定 给保罗一个机会 他任命彼得为禁卫步兵团排长 并且还让叶卡杰琳娜一起去 想让叶卡杰琳娜吃吃苦头 彼得对此大为不满 认为凭自己的身份能力 应该统率全国的军队 女皇对此嗤之以鼻 就彼得那两三下 当个排长都不够 如果想统率全国的军队 就证明给自己看 彼得接受女皇的挑战 他和叶卡杰琳娜来到军营 叶卡杰琳娜第一眼 就被一个叫奥尔洛夫的士兵吸引 多年后 叶卡杰琳娜也是在他的帮助下登机称帝 没一会 奥尔洛夫就被女皇的探子军团抓走 罪名是勾搭探子军团的团长 光头大臣的女友 被戴绿帽子的光头大臣对此大为不满 把奥尔洛夫抓进监狱折磨 此时的监狱外 奥尔洛夫的兄弟和好友很着急 希望彼得能帮忙搭救奥尔洛夫 但彼得害怕探子军团和女皇 说什么也不愿意 唯独叶卡杰琳娜看到这次笼络人心的机会 在场的人虽然只是一个排鞭制 但禁卫军的他们至少都是少尉军衔 战争开打就是各个军团骨干 于是叶卡杰琳娜想方设法地搭救奥尔洛夫 没过多久 奥尔洛夫就被无罪释放 救他于水火的叶卡杰琳娜在此刻回头 大概就是这一刻 奥尔洛夫下定决心 此生都要为这个女人赴汤蹈火 之后在奥尔洛夫的帮助下 叶卡杰琳娜拉拢了以奥尔武兄弟为首的禁卫牌 通过他们到达战争前线 叶卡杰琳娜的影响力一点点的渗透到军队 而彼得就是在步兵排转了一圈 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回来了 不久后战争开打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俄罗斯的女皇突然晕倒在地 看上去是要死了 得知消息的皇储彼得无比高兴 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 彼得马不停蹄地来到一会 宣布自己是皇帝了 下令前线军队无条件对普鲁士投降 归还打下的普鲁士土地 并对普鲁士给予高价赔偿 要与普鲁士达成永久的和平 他要与偶像普鲁士国王菲特利二世 成为好基友 殊不知菲特利二世宣战前 已经宣布灭要绝俄国王室 当好朋友只是彼得的痴心妄想 大臣们坚决不支持这个命令 质疑彼得是俄国王室 还是隔壁国家的肇姓皇室 除了他们以外 大臣们就没有听说打赢了 还要割地赔款呢 坚决不同意停战 如今女皇上在 彼得也不好处罚眼中的忤逆大臣 彼得这一举动 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众多野心家认为彼得那个草包 都敢造反了 女皇看来也差不多了 然后彼得那个草包都能当国王 自己为什么不能 总理大臣开始拉拢叶卡捷琳娜 决定发动政变的拥护保罗上尉 由于保罗年幼 俄国将由叶卡捷琳娜来当摄政王 总理大臣对叶卡捷琳娜软硬坚施 试图让叶卡捷琳娜在大意上支持他 但叶卡捷琳娜多聪明 他明白女皇没死 他和总理大臣集团的兵力能干吗 而且就算他们侥幸成功了 没有军队的自己也是傀儡一个 早晚都要被弄死 跟女皇一边是死 跟总理大臣造反也是死 自己干嘛跟他九死一生的去造反 多活几天不好吗 而且自己在女皇手中 未必是必死之局 最终叶卡捷琳娜没有选择造反 但他的举动也被贴身密探告诉了光头大臣 因为女皇倒下 大臣开始纷纷站队 光头大臣决定站在彼得这边 推举他登上王位 并提出叶卡捷琳娜要造反的事情 与此同时 叶卡捷琳娜为了撇清自己 决定邀请彼得共进晚餐 他现在只求彼得登上王位后 可以放他和儿子保罗离开这里 但儿子也是彼得的儿子 这样的要求他肯定不能答应 叶卡捷琳娜只好说出实情 保罗不是彼得的儿子 但彼得怎么能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保罗跟他简直太像 他不相信不是他亲生的 就像翻版的自己 彼得暴怒地打晕了叶卡捷琳娜 就在两方各怀鬼胎准备造反的时候 昏迷多天的女皇突然醒了过来 彼得和光头大臣找准时机先来告状 把叶卡捷琳娜和总理大臣等人的造反证据拿了出来 之后在女皇的命令下 准备造反的总理大臣等人先后被处死 唯独叶卡捷琳娜被女皇放过 彼得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势必要置叶卡捷琳娜于死地 但女皇还没病到痴呆 前线正在打仗 再杀下去 会影响前方的士气 国家已经不能在内斗了 而且总理大臣因为政变被杀 光头大臣已经倒戈向了彼得 如果不扶持新的势力 他拿什么制衡彼得和光头大臣 于是叶卡捷琳娜顺利地逃过一劫 但新的危机又开始了 彼得在一番机缘巧合下 与瘸子侍女丽莎相爱了 彼得对丽莎可谓是三千宠爱在一身 对她呵护被指 把自己活成了极度脑残的恋爱脑 因为女皇不允许她们在一起 怕她们生下的孩子也是瘸子 还羞辱地做出瘸子姿势 一向胆小懦弱的彼得 直接怒骂女皇就是脏话一大堆 等自己继位了 就把女皇的一体脱光衣服 在全欧洲游街市中 然后送给女皇最讨厌的死敌菲特利二世 让她尽情地羞辱女皇 天子一怒 服侍百万 因为彼得的愚蠢 她很快就被女皇囚禁起来了 女皇本想战争结束 就处死彼得这个叛逆者 谁知这事意外发生了 女皇最终还是因为病重而去世 而且由于疾病 她只说了自己留下了遗嘱 却来不及说继承人是谁 便含恨离开了人设 而爱人大臣为了俄国安定 说自己没有见过遗嘱 最终彼得作为官方的继承人 终于可以揽全地作威作福 女人让是女类锦束胸 在披上金色外肩 盖住肚子 这些行为都只为不让丈夫看出隆起的肚子 毕竟肚中的胎儿是情妇的 刚刚继位的彼得三世 邀请皇后叶卡杰琳娜一起共进晚餐 却又夹了一张椅子 让情人丽莎坐在她的身旁 说要废除叶卡杰琳娜 改立丽莎为皇后 彼得无下线地羞辱叶卡杰琳娜 叶卡杰琳娜强忍心中的怒火 找个理由离开 但彼得可不会放过叶卡杰琳娜 转身就把叶卡杰琳娜囚禁在修道院 看着叶卡杰琳娜吃瘪的模样 彼得露出得意的笑容 却不知道因为自己的迷之操作 他正在一步步走向深渊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 他居然下令俄国士兵从普鲁士撤退 将占领的土地归还 要知道在此之前 俄国已经攻下普鲁士的首都柏林 胜利的天平已经倒向俄国 他的偶像普鲁士的菲特利二世 正准备跪舔他一直看不起的彼得而求和 彼得这一乱来 普鲁士开始反败为胜 这对战场上搏杀的将士们来说 无异于是叛国的行为 这便是他失去明星的第一步 之后他又废除女皇的探子军团 说自己要做一个相信官员的人均 这一举动 不仅让野心家欢呼雀跃 还让光头大臣失业 对彼得开始不满起来 彼得的核心利益团体开始动摇 又过了几天 彼得想让教会承认自己与叶卡杰琳娜离婚 与瘸腿女普丽莎在婚 但教会维护阶级利益选择拒绝 彼得对此勃然大怒 威胁要废除教会 教会的人也不甘示弱 说彼得想废除就废除吧 然后在全国民众中 宣扬彼得是地狱的恶鬼降临 将会给俄国带来灭顶之灾 因为彼得叛国罪在先 民众很快就相信彼得是恶鬼降临 面对教会的步步紧逼 彼得不仅不知道妥协 还宣布他和丽莎的婚礼 将在教会的斋戒日举行 要知道 俄国几乎所有人都是信仰东正教 女皇更是由东正教加冕 彼得这一举动无异于跟俄国宣战 一时间 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指着彼得是不是傻了 彼得有些恐慌了 用拐杖堕地来让大家安静 但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很明显他已经失去权威了 而为了挽回颜面 彼得又出了一个隐狼入室的婚招 居然邀请普鲁士使臣就任俄国官职 彼得在大会上 紧紧地拥抱普鲁士使臣 宣布俄国和普鲁士结为勇士兄弟之国 之后的俄国将会为维护兄弟而战 众人袭击彼得说的是客套话 谁知彼得是完真的 彼得开始邀请普鲁士使臣参与国事 面对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彼得一一答应 跟随他几十年的贴身亲卫 质疑普鲁士使臣有没有拿俄国当兄弟 两人剑拔弩张 彼得居然让亲信道歉 彼得一次次出卖俄国的利益 这让亲信开始怀疑 换一个国王会不会更好 彼得已经开始重叛清理 一段时间后 军队和百姓越发不满彼得的卖国行为 宣称彼得是叛国罪 宣布要奉天进南 他们要一个合格的君王 而一直隐藏在暗中的叶卡捷琳娜找到机会 偷偷联络情人奥尔洛夫 希望他能救出自己 由于彼得废除了情报组织 奥尔洛夫五兄弟率领的禁卫军 几乎没有隐藏的恭敬修道院 救出了叶卡捷琳娜 叶卡捷琳娜被救出以后 奥尔洛夫建议他先躲藏起来 等普鲁士的俄国主力部队返回 就推翻彼得 但叶卡捷琳娜反对 他认为彼得虽然重叛清理 但还是占有国王的大义名分 而且还有很多野心家蠢蠢欲动 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彼得 然后登基称帝 奥尔洛夫表示明白了 立即开始召集人马 这个女人被誉为俄班武则天 也是俄国唯一被称为大帝的女沙皇 曾放言如果自己能活200岁 整个欧洲都将匍匐在她的脚下 而她的辉煌历程 就从她推翻丈夫的残暴统治开始 在奥尔洛夫的带头下 一个个军官站了出来 叶卡捷琳娜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命运坎坷十几年 她终于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叶卡捷琳娜气宇轩昂 在路过彼得大帝的画像时 不禁向她眨眼致敬 叶卡捷琳娜他们兵分两路 她带人去找寻女皇遗嘱 奥尔洛夫五兄弟去逼迫彼得上位 叶卡捷琳娜来势汹汹 这把彼得吓得不轻 在得知他们最多能召集一千人 而叶卡捷琳娜他们虽然也只有几千人 但背后是正在归国的百万俄国主力后 更是吓得尿裤子 她表示同意让叶卡捷琳娜带走保罗 放他们母子离开俄国 想以此阻止叶卡捷琳娜 此刻大臣们只好叫醒天真的彼得 表示这是政变 他们只有你死我活 这一系列的后果都是彼得乱来导致的 一味地讨好普鲁士 让死战的俄国士兵不管 解散情报组织探子军团 导致情报之后 导致叶卡捷琳娜从联络人劫狱 到调兵回城反叛 他们是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在大军回国前 解决叶卡捷琳娜他们才有一线生机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就如曾经的女皇所说 吃米打仗的彼得最多能指挥一个牌 几场战斗下来 彼得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眼看回天乏力 彼得下了最后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正确的命令 命令剩余的士兵无条件投降 不愿意投降的就逃命去吧 丽莎想让彼得一起跑 但彼得拒绝了 她被女皇压了二十年 每一刻都活得很窒息 虽然她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但做皇帝的日子 是她活得最开心最自由的日子 所以她不愿意逃亡他国 成为别人试图染指俄国的傀儡 丽莎见识已至此 便也停止逃跑 留下来与彼得同生共死 在人生最后的关头 彼得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爱 与此同时 叶卡杰琳娜已经从女皇的男友手中 拿到了遗嘱 她好奇地问爱人大臣 为什么不愿意继承王位呢 爱人大臣表示她就是怕今天的内斗 才不愿意继承王位的 没有实力的人坐不稳王位 所以才有叶卡杰琳娜和彼得的厮杀 但他们再怎么厮杀 也都是俄国王室的事情 但如果自己继承王 就是俄国所有野心家的厮杀 欧洲正在乱战 俄国不能陷入内外交困的环境 俄国是女皇一生的心血 他不能毁掉女皇的心血 看着爱人大臣痴名女皇的模样 叶卡杰琳娜有些羡慕 于是他并没有杀掉爱人大臣 让他带着对女皇的爱活下去 同时也袭击自己走后 能有一个人永远记住他 不过当务之急 自己还是学会怎么做女皇吧 不久后 彼得被迫签署了三位诏书 将皇位扇让给叶卡杰琳娜 没有利用价值的彼得 在给他心爱的丽莎拉的 最后一首小提琴后 被奥尔洛夫五兄弟绞杀 如今唯一影响叶卡杰琳娜继承皇位的 只有一只被囚禁的伊凡六世 虽然叶卡杰琳娜很是心疼伊凡六世的经历 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处死伊凡六世 此时的叶卡杰琳娜 早已不是十几年前哪个 谁都能来踩上一脚的黄楚飞了 打开眼前这扇门 他将开启全新的人生 叶卡杰琳娜头戴皇冠 手持权杖 缓缓走向王位 于1762年9月13日加冕 开始长达34年的统治生涯 登上王位的叶卡杰琳娜 没有志得一满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下一个对手 将是欧洲列强 每一个都不是彼得那个草包可比 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这个女人就是俄国第一位 被冠以大地之称的女皇 叶卡杰琳娜二世 1762年发动政变 亲手推翻了丈夫彼得三世 接管了国库空虚 国政松弛的俄罗斯 到如今已经登基六年了 但他的皇位并没有因时间而稳固 反而内忧外患 总之是个人都想弄死他 在俄罗斯的南边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军队 正在肆虐着人民 奥斯曼正在爆发天花壁 已经死了几百万人 虽然他们拥有天花疫苗 但首领苏丹认为天花疫苗接种方式 有备于他们的宗教信仰 下令不许接种 然后一口气死了几百万人 面对肆虐的天花壁 苏丹想到方法就是对俄国发动战争 然后自己跑到前线 远离瘟疫中心 国内的百姓虽然会死亡 但他可以统治新占领的地区百姓 于是苏丹大规模的派遣侦察兵 以土匪的形势攻入俄国 为后方的大军收集情报 当叶黄得知消息后 冷汗都被吓出了几层 在那个热兵器 还没有完全取代冷兵器的年代 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奥斯曼帝国 比人口不足两千万的俄罗斯墙太多 最关键的是什么 在上一季中我们提到 彼得三是因为是普鲁士国王 肥特列二世的脑残粉 他背叛同盟的支持普鲁士 对普鲁士割地赔款 导致普鲁士回血的大败盟友 那些盟友如今纷纷低价贩卖军火给土耳其 准备报当年俄国背叛之仇 最离谱的是 波兰为了扩大领土 居然暗中同盟土耳其 准备一起出兵 面对种种国外危机 国内的野心家也趁势而起 总理大臣塔书向叶黄表示 奥斯曼绝对不想跟俄国开战 南方草原上的袭击真的只是土匪而已 而且俄国的经济实力不行了 在外面又没什么盟友 所以他们当务之急 应该是效仿东方的大汉帝国 暂时对匈奴般的奥斯曼求和 等他们经历文景之志般的休养生息后 富国强兵的一举打败奥斯曼帝国 为此他建议送十万金币给奥斯曼的丞相 让他说服奥斯曼苏丹停止战争 塔书的建议看似金玉良言 但叶黄是何等理智的存在 他表示和平只是存在大炮之上 现在的问题不是俄国想不想打 而是俄国要怎么打的问题 那些土匪就是奥斯曼侦察兵假冒的 叶黄下令在国内政策上 南京开始清扫土匪 国内开始大规模啃荒 一有粮食就运往南京前线 做好一集战斗准备 国外则是塔书想办法跟苏丹求和 能不打就不打 除此之外 命令胆大包天的波兰国王来建自己 为自己的小动作谢罪 如果他不来 自己就换一个波兰国王 会议结束后 叶黄难得地松了一口气 他想去看看自己的儿子保罗 保罗一直都是体弱多病 叶黄想让他多练习基建的强身健体 可保罗一直都是杨凤英伟的不练习 还偷偷瞒着叶黄 这让叶黄一度很生气 直言不是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都算叛逆吧 如今的叶黄的情报组织方面 比当年的伊丽莎白女皇更狠 认为俄国境内不让她知道的事情 都是在预谋造反 不让她监视的官员百姓 就是叛国贼 叶黄见保罗如此的不想练习舞蹈 便劝保罗去练习俄罗斯舞蹈 同样可以强身健体 女王的脑海中 想起那个桀骜不驯的王夫彼得 一个身为俄罗斯国王 却无比讨厌俄罗斯的叛国贼 叶黄下令保罗必须学基建 不然就揍他 儿子彼得虽然害怕地答应了 但他的叛逆远没有结束 事实上 无论是保罗还是阿料莎 都不是彼得名副其实的儿子 都可以算作私生子 保罗说不过强势的母亲 只能说我累了 用修系名义赶走了叶黄 一向强势的叶黄 也只能委屈地离开 或许是因为伊丽莎白女皇的压迫 以及跟彼得几十年的无碍婚姻 叶黄特别袭击感情 渴望有人对自己好 所以叶黄不仅对叛逆的保罗一再忍让 还想把私生子阿料莎接近王宫 让他跟彼得一样拥有继承权 而叶黄想到的办法 就是跟情人奥尔洛夫结婚 得到消息的塔叔坚决反对 说欧洲从没有私生子合法化的案例 哪怕是他们的父母帝结婚姻 私生子继承王位是乱国的根源 所以阿料莎怎么也不可能拥有继承权 叶黄对此恼怒不已 当年的伊丽莎白女皇 不也是私生女吗 凭什么也可以当国王 塔叔表示在俄罗斯的继承法里 王位的传承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上一任国王当众指认 一种是王室血统越纯越好 伊丽莎白女皇是彼得大帝女儿 占了第二条 而且她的王位来源懂得都懂 叶卡觉得一阵好笑 有什么好掩饰的 伊丽莎白女皇的王位通过政变而来 自己的王位也是政变而来 她和伊丽莎白女皇大哥不说二哥 有什么好掩饰的 不过塔叔的一番话 也激起叶黄心痛的一面 她花了六年也没有坐稳王位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她不是伊丽莎白女皇 或者为加冕的彼得当众指认的继位者 更没有俄国王室的血统 她真的适得卫不正 所以无论叶黄怎么拉拢贵族和百姓 也没有彻底剿灭他们的篡位野心 民间经常有人冒充彼得三世 说自己逃过叶黄的追杀 号召大家帮自己打败叶黄 还俄国一个正宗的皇帝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不止一次 叶黄想让私生子阿廖沙拥有继承权 未尝没有想淡化俄国人 对血统论的政治因素 而塔叔之所以反对 除了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原因 就是他也有夺位的野心 叶黄的位不正 如果倍感下台 肯定是由储君保罗继位 保罗诺落好骗 届时自己可以用保罗老师的身份 坐上摄政王的宝座 相反如果女王结婚 王位就多了阿廖沙和奥尔洛夫 两位继承人 其中奥尔洛夫还有军方背景 是一个麻烦的家伙 所以塔叔坚决不同意叶黄结婚 在叶黄和塔叔僵持不下时 他们口中的主角奥尔洛夫 正在南方草原上 执行叶黄清剿土匪的命令 激战中 奥尔洛夫不幸落马 头都被打伤了 正当他以为自己死定时 中尉军官波将金拍马赶到 救下了奥尔洛夫 一场激战后 他们歼灭了这对土匪 救下来俄国的俘虏 但奥尔洛夫却感觉浑身不得尽 曾经的他永贯三军 在几十万人的战争中一马当先 三次重伤不下火线 可如今差点在阴沟里翻船 被一队侦察兵弄死 尽管如此 他还是在女王的情书中 夸奖自己的如何的永贯三军 以及前线的危机情况 并派遣重伤的波将金 去送信和信物 只因他看见波将金 就能想起自己的不堪一面 便决定眼不见心不凡的 打发走波将金 却不知道自己找来一个大情敌 叶黄举起手枪 眼神凌厉而坚定 又换上一把长步枪 一枪下去 靶子音声倒地 叶黄的精湛枪法 引起众人的阿谀奉承 但他可不是来听公围的 而是亲自来监督武器的制造 时刻为战争做好准备 看着精良的武器 叶黄露出得意的笑容 这时波将金 也快马加鞭的日夜兼程 将奥尔洛夫的信件 送到叶黄手中 得知奥尔洛夫一切安好 叶黄露出欣慰的笑容 而当他抬头看见波将金时 一眼便认出了他 六年前那振奋人心的一幕 是叶黄命运的转折点 也是他认为最荣耀的时刻 而波将金就是当初的议员 叶黄不禁对这个人高马大的小鲜肉 心生好感 得知波将金受伤 叶黄魄魄力让他留在宫中疗伤 医生掀起衣服 露出他宽厚结实的后背 让叶黄更有了一丝丝心动 波将金提出想返回战场 跟兄弟们一起同生共死 叶黄想拒绝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一旁的塔书看出叶黄心意 以波将金伤势过重的理由 婉拒了他的请求 让波将金可以当军服场的顾问 也算是为国效力 波将金文言只能答应 叶黄露出愉悦的笑容 临走之前 还不忘看看波将金剑朔的身材 塔书也很满意 自己通过去狼吞虎的计策 让波将金冲击了奥尔洛夫 宠冠六宫的地位 却不知道波将金是更大的老虎 离开病房后 叶黄召开会议 向大家展示波将金带来的土匪信物 来自土耳其贵族的身份标志 这意味着叶黄的猜测是对的 那些所谓的土匪就是侦察兵 而不是塔书坚持的土匪 他们应该扩军备战了 这让塔书一阵的尴尬 而这时下属送来奥斯曼国书 信中提及他们将派遣大将军 来俄罗斯洽谈和平事宜 塔书就像见了分辨的狗 高兴的大韩土匪就是误会 奥斯曼还是渴望和平的 他跟奥斯曼大将军是好友 他愿意带上十万黄金 与大将军洽谈和平事宜 这番话让女王起了疑心 毕竟如果塔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和平 不消耗俄罗斯的资源 那么谁带着钱去谈判 其实没什么差别 可塔书为什么非要自己带钱去 尤其是诸奥斯曼外交官 提出自己带十万黄金去谈判时 塔书更是不再丰度的辱骂外交官 他只是一个大使而已 而自己是总外交官 自己才是肩负各国外交的责任人 这让女王察觉到塔书的目的 急忙让塔书闭嘴 叶黄起初只是以为一向贪婪的塔书 只是为了独揽功劳或者吃送礼回口 可塔书那句只是担负俄国外交的责任 这让叶黄感觉塔书的前台词 是俄国的战争与和平由他决定 他才是俄国的发言人 觉得塔书的真实目的是往摄政王发展 女皇对塔书不再信任 散会以后 叶黄联盟调查了波兰国王 波兰国王一见到叶黄 就百般地调戏叶黄 回忆他还是王子时 和叶黄爱得多么死去活来 还有一个早妖的女儿 避而不答波兰联盟奥斯曼的问题 然而叶黄早已不是多年前的皇储妃了 他掐住波兰国王的脖子 让他停止与奥斯曼的小动作 不然他就让波兰国王 成为波兰的最后一任国王 将他的王座变成马桶座 将波兰国王剁成饺子献胃狗 波兰国王被吓得瑟瑟发抖 见波兰国王吃下自己的棍棒 叶黄也不忘给他一颗糖 说自己知道波兰国王的小动作 是压不住国内的野心家导致的 自己可以给他一百万金币当军费 去压制国内的野心家 在叶黄的恩威病逝之下 波兰国王只能跪下叫奶奶 说自己将会和俄国一直站在一边 而这时奥尔洛夫回来了 情敌见面 分外眼红 这是什么牛头人的剧情 男人一把冲进叶黄的房间 将叶黄一把抱起 不停地轻轻我我 这让另一个情夫波兰国王十分尴尬 只能把头扭向一边 听着两人的轻轻我我声 波兰国王除了怨恨的偷窥 什么办法也没有 奥尔洛夫察觉到他的眼神 格外的舒服 对波兰国王这个情敌一阵羞辱 说他的武器就像这把剑一样薄喜 气得波兰国王一阵咬牙切齿 找个理由就随便离开了 奥尔洛夫一阵舒爽 拉起女王就是一阵切磋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如今的他连剑都拔不出来 波兰国王骑马还有剑呢 奥尔洛夫扯谎说自己太累了 匆匆地离开夜黄寝宫 奥尔洛夫离开寝宫以后 去找自己的弟弟寻求帮助 在弟弟的帮助下 奥尔洛夫来到一家高级明园所锻炼 结果奋战一下午 还是连剑都拔不出来 这让明园一阵恼怒 连钱都不愿意要了 认为这是他的职业生涯耻辱 阴阳怪气地嘲讽奥尔洛夫一番 奥尔洛夫刚想砍人 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好像自从上次战场头受伤以后 奥尔洛夫就感觉自己动不动头昏眼花 好几次差点晕过去 到了现在连剑都拔不出来了 可奥尔洛夫不知道怎么想的 认为自己永贯三军 受伤多次都没有事情 上次只是额头受伤 怎么能损害自己的一切呢 于是他没有去看医生 而是自己就是那方面有问题 找明园要了强力特效药 虽然只能用一次 但用过的人都憨战一天 奥尔洛夫立马一饮而尽 顿时感觉自己龙惊虎猛 冲到会议厅 不顾大臣的一把抱起叶黄 朝房间走去 大臣心领神会 露出饶有深意的笑容 特效药的效果不错 奥尔洛夫拔出剑的 与叶黄憨战一天 侍女在外面听了一夜的战歌 叶黄对奥尔洛夫的表现 很是满意 让奥尔洛夫暂时逃过一劫 叶黄满心欢喜地前往会议厅 却得知一个坏消息 又有小扁三冒充 是没死的彼得三世 要求复辟了 叶黄好奇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搞复辟 这时罪魁祸首塔书表示 他们复辟是因为叶黄的位不正 所以才想通过政变来夺权 如果叶黄善未给保罗 自己垂帘听政的当摄政王 那些人就没有大义名分 只能跪地地被统治了 叶黄就可以高枕无忧 然而叶黄不懈地冷笑一声 冷漠地看着塔书 塔书的话是裹着蜜糖的毒药 如果自己退位的垂帘听政 不也是没了大义名分 自己不但要分润权力给保罗 还要时刻担心被还政于君 而作为帝师的塔书 就可以接懦弱的保罗之手 开始总览大权 同时自己退位 哪怕是结了婚 奥尔洛夫和阿料莎都没有继承权 塔书这一劝告是一举多得呀 女王可以确定塔书就是想当摄政王 这么多年冒充彼得三世复活 冒充王室后裔的那些人背后 塔书肯定没少掺和 叶黄拒绝了塔书的建议 急冲冲地离开会议厅 同时下令情报大臣严格监视塔书 监视人数从300人到3000人 自己连塔书一天呼吸多少次 都要知道 叶黄不是没想过砍死塔书 可问题是塔书虽然也心勃勃和贪婪 却是不可多得的能臣 背景还特别雄厚 内忧外患的俄国需要他的才能 所以叶黄暂时压制他 但叶黄忘记养虎为患的道理 因为他迟迟不对塔书下手 让塔书发现自己的监视人变多 为了不被叶黄弄死 塔书决定先下手为强 他先是找到波兰国王 用叶黄婚后将善为奥尔洛夫 按照奥尔洛夫的性格 肯定会发兵裂波兰来威胁波兰国王 等波兰国王因为恐惧失去理智时 塔书又说波兰国王应该和自己联手 扶持保罗上位 这样波兰不但没有王国危机 自己还会劝保罗哥让地盘给波兰 波兰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为了表达同盟的诚意 他会让财政部尽快批下女王答应的百万金币 而波兰国王给他三十万金币 作为自己的同盟诚意 在塔书的一番忽悠下 制大财书的波兰国王答应了 解决了波兰国王 塔书又找到教会的大主教联盟 承诺大主教和他一起扶持保罗后 他将会恢复教会在宗教改革前的地位 可以任意占有的土地农民 可以不交税 国家还会赏赐他 让他成为国中之国的国王 靠着不断地出卖国家利益 塔书拉拢了很多政治盟友 一张巨网正向叶黄袭来 这番话骂得叶黄痛哭流涕 他和奥尔洛夫来请大主教证婚 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早就和塔书同盟的大主教 是不会让奥尔洛夫通过婚姻拥有继承权的 大主教没有宗教管辖权 只有道德话语权还在他身上 于是他大力抨击叶黄如何淫乱 欧哥前三任女皇多么贞洁烈女 终身未嫁 也没有子嗣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叶黄的心 无论在任何国度 淫乱都是对一个女性最大的侮辱 叶黄反击前面的女皇们 都有过情人 也有过孩子 尤其是他的婆婆伊丽莎白女皇 曾经想和爱人大臣结婚 可是大主教不同意 夺走伊丽莎白女皇做妻子的权利 然后伊丽莎白女皇抱走自己的孩子 夺走自己作为母亲的权利 他毁掉两个女人的一生 难道这不是罪吗 可大主教不管这些 就是一阵地说着叶黄淫乱 叶黄全家都淫乱 最后说自己可以召开宗教会议 判定叶黄能不能和奥尔洛夫结婚 在此之前 麻烦叶黄不要再淫乱了 这番羞辱的话 气得奥尔洛夫怒发冲冠 决定带兵血洗宗教 叶黄让他冷静一点 大主教是一个老乌龟 熬死许多想让他死的君王 而且现在还不是弄死他的时机 他们暂时先忍忍 这事人群中冲出来一个疯子 辱骂叶黄亏空国库 还是荡府 关键是叶黄还不能对疯子动手 东正教认为吃傻之人 超脱俗事与常理 能同天意 称其为圣鱼 俄罗斯对所谓的圣鱼十分崇拜 曾经就出过有人冒充圣鱼 霍乱整个俄罗斯的黑历史 奥尔洛夫立马就意识到 这是大主教搞的鬼 他想用剩余之口诋毁叶黄 让俄国人抵制叶黄 奥尔洛夫转身就想砍死大主教 但叶黄拉住奥尔洛夫 现在他去砍死大主教 反而是坐视大主教的诬险 此时的叶黄擦干眼泪 摆上平时威严的女王面孔 用圣经的句子回怼疯子 最终叶黄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式 让这个疯子针锋啊 看着疯子痛苦的哀嚎声 叶黄心中发誓要把大主教堕成饺子线 让他哀嚎声响撤俄罗斯 此事以后 叶黄意识到以大主教为首的教廷 已经是他的敌人 暗中派遣军队去盯住教廷 他们敢动 自己就敢血洗教廷 东正教的反叛 让叶黄意识到来自传统秩序的束缚太大 于是他邀请自己的继父伊万来俄国 伊万是著名的文章学专家和桥梁学专家 文章学简单来说就是擅长修祖谱的 他的到来可以帮女王找一个好祖宗 解决的胃不正的血统问题 同时伊万也是一个私生子 叶黄重用伊万去修桥梁和大坝 可以昭告达官显贵的私生子 我用人只在乎能力 不在乎出身 毕竟一个家族 正妻的嫡子只有几个 但私生子女可是有几百个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伊万就是第一季中 色诱叶黄母亲的那名探子 虽然当年因为他出卖母亲 差点连累了叶黄 但那件事归根结底 都是源于母亲的贪婪 所以叶黄并没有责怪伊万 而且伊万给叶黄带来一个消息 当年叶黄的父亲去世后 母亲便去巴黎投靠了伊万 两人度过了十年美妙的日子 虽然他们是被永久驱逐出俄国 写的信也不会寄送到叶黄手中 但是十年间 母亲还是孜孜不倦地写信给叶黄 去世前仍然念叨叶黄的名字 叶黄文言想起刚来俄国的时候 他和母亲穷的负债累累 却是彼此的依靠 他们是那么幸福 即使后来又许多不堪 也早被天人相隔的悲伤磨平 叶黄给了伊万这个祭福 一个深情的吻 可给人的感觉是在亲吻母亲 伊万给叶黄带来了母亲的画像 和一个特殊的画师 这个画家有多傲娇 叶黄用一千卢布 请他为小儿子画一幅肖像画 但画家张嘴就说自己只要五十卢布 对他而言 无论是王公贵族 还是街头小贩 都是同等的人 这番画让叶黄觉得很是有趣 他指着保罗的肖像画说道 他需要一幅和保罗同等大小的阿料莎画像 无论是画布还是脸颊大小 都必须一模一样 画家对此大为不解 画家接下这单工作 他来到叶黄小儿子阿料莎的寝宫 为他绘制肖像 但阿料莎就如传闻中的那样 几乎不开口说话 跟傻子一模一样 这让画师很是苦恼 阿料莎不配合 他怎么可能画得好 暗探跟傻子画像真累 谁知侍卫一走 阿料莎就怒吼画家画好一点 如果不把自己画得英明神武 不仅叶黄会让自己死 画家也得跟着陪葬 这让画师一阵惊恶 随后他开始套画地和阿料莎闲谈 发现阿料莎聪明又残暴 他明白作为私生子的处境贪忧 学会装疯卖傻来保全自己 又很残暴地想报复对他不好的人 哪怕是自己父母 如果叶黄知道阿料莎的话语 肯定后悔自己生了一块叉烧 可实际上 叶黄似乎专生叉烧 自古让外壁先安内 叶黄天天和塔叔这些野心家斗智斗勇 浑然不知内部先乱了 除了装疯卖傻的阿料莎 叶黄的大儿子保罗才会捣乱 贯彻了叉烧行为 保罗不仅跟他的生父 也有可能是义父的彼得三世一样 自认自己生而为王 可以随心所欲 所有人都该匍负在自己的脚下 还认为是所有人一起谋杀了彼得 虽然小时候只和彼得待过几个月 却将彼得当成神了 保罗违背夜黄的封禁令 拿出彼得被尘封的画像 保罗将画像挂在房间里 日日夜夜的瞻仰 让家教老师谢苗 教他用小提琴演奏彼得进行曲 并且在晚上没人时 开始为彼得洗白 大家都认为当年彼得三世 为了讨好偶像菲特列二世 将几十万将士用生命打下的疆土 用割地赔款的方式还给普鲁士 是一个叛国贼 可保罗却认为是百姓错误了 现在菲特列在欧洲被称为大帝 正是因为彼得的忍让 才有俄罗斯今天的和平 谢苗敏了名嘴 询问保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当年彼得在割地赔款前 俄国已经攻占普鲁士首都柏林 三群同盟即将取得七年战争的胜利 只要当时彼得给力一点 三群同盟早就已经瓜分了普鲁士 菲特列二世的坟头草都能有保罗包了 更不用说被称为大帝了 可保罗根本听不进去 他认为彼得是对的 正是因为他认识到菲特列二世的强大 割地求和才有今天的俄国太平 不仅如此 他还认为彼得的死亡 是叶黄和奥尔洛夫所为 发誓要为父报仇 此时的叶黄 彻底陷入内外交困的大危机 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危机降临 还沉浸在恋爱之中 因为奥尔洛夫没办法拔剑了 每天都跑去治病 无法满足了叶黄 叶黄便把目光盯上小鲜肉波将金 天天跑去找波将金搭讪 靠着美貌 叶黄很快就俘虏了波将金的心 叶黄成粉 掺进化妆品的粉盒当中 任何人只要触碰到一点粉 就会立马感染最严重的天花病毒 三天之内就会死亡 而这份粉盒将会被送到叶黄手中 等叶黄被毒死后 奥斯曼就会大举入侵俄国 圣彼得保外 情报大臣正对奥斯曼礼物例行调查 等检查到粉盒时 一旁的巫衣偷偷拿出暗器 扎了一下旁边的礼物战马 战马吃痛得干吼起来 动静吸引了情报大臣的注意力 粉盒成功躲过了安检 奥斯曼大将军带着礼物面见叶黄 用和谈的假理由 希望叶黄能收下奥斯曼的诚意 谁知叶黄态度无比强硬 不仅拒收礼物 还将奥尔洛夫之前缴获的战利品 以及一封问泽书送到大将军面前 让他带给奥斯曼的首领苏丹 叶黄霸气地告诉大将军 他要一个解释 为什么奥斯曼的贵族将领 会带兵袭击俄国的百姓 如果苏丹给不出解释 那俄国给的就不是问泽书 还是战书了 叶黄一个眼神示意 侍卫又拿出一封战术摆在大将军面前 是问泽还是战争由他决定 大将军一时间骑虎难下 只能扯谎自己对此毫不知情 说等自己回去询问一下苏丹 见面会后 大将军找到塔叔求助 希望塔叔能帮他促进寿理和谈 塔叔虽然天天想谋朝篡位 但他的本质也是俄国首成派贵族 自然是愿意答应和谈的 塔叔猖狂地告诉大将军 其实两国能不能和谈 其实也就是自己一句话的事情 他一定能让叶黄答应收下礼物 不过他希望大将军能帮他一个忙 就是转交奥斯曼宰相十万金币 让他劝告苏丹和谈 说是帮忙转交 实际上就是让大将军付钱 十万金币虽然是天价 但大将军想到叶黄能收下粉盒 感染天花病死以后 他们就可以攻占俄国 届时就可以让塔叔百倍偿还 就答应了塔叔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塔叔之前就骗了波兰国王三十万金币 现在又可以用和谈为借口 向叶黄骗十万金币了 塔叔向叶黄转述了奥斯曼的借口 蛊惑叶黄收下礼物的和谈 但叶黄坚决反对 他告诉塔叔只有打来的和平 才是真的和平 求来的和平只是软弱可欺的表现 见叶黄心意已决 塔叔只能不再提受理的事情 任由叶黄派钱使团去奥斯曼 宣判自己的政治主张 虽然受理的事情注定泡汤了 但塔叔不打算放弃捞一笔的机会 他跑去告诉奥斯曼大将军 叶黄已经同意收礼 让大将军把礼物都给他 塔叔收下礼物以后 转手就把粉盒送给了 欣赏人安娜的父亲 安娜年轻貌美 是叶黄的贴身侍女之一 父亲是大内总管 拥有俄罗斯前五百强的私人产业 塔叔认为娶了安娜就可以财色兼收 但安娜却不喜欢可以当他爹的塔叔 塔叔是出了名的赌徒 是流氓和吝啬的代名词 如果塔叔一如既往的吝啬 他就拒绝塔叔 如果很是贵重 那么塔叔是真的爱安娜 安娜就得同意嫁给塔叔 但那个盒子是奥斯曼的礼物 怎么可能不贵重 安娜愤怒地拿起粉盒 说就是普通的化妆品 结果无意中感染了天花病毒 安娜想去找叶黄求助地解除婚姻 却不知道自己的寿命不足一天 眼前这个小盒子里 装有全世界最恶毒的天花病毒 只是一小盒就弄死了几百万的奥斯曼人 眼前的侍女只是稍微碰触一下 不到十分钟 她的皮肤就从极品白人变成非洲黑人 神态从十八岁少女变成大妈 安娜想求叶黄帮她解除婚约 却感觉被抽空地摔倒在地 叶黄连忙让奥尔洛夫扶她去医院 医生只是看了安娜一眼 差点就被吓得尿裤子 她颤抖地告诉叶黄 安娜感染了最严重的奥斯曼天花病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内心一沉 害怕自己也感染了天花 更有人做起祷告 只有叶黄还是冷静的 此时的她无暇顾及安娜是怎么感染的 立马命令奥尔洛夫用祷告的名义 将舞会上的所有人居家隔离 避免传染和恐慌 而他们这些离安娜最近的人 不准离开皇宫半部 同时命令太医准备治疗工作 太医表示俄国没有现成的疫苗 而安娜已经没救了 他们只能从第一个被传染的病人身上 提取天花病疫苗 而且接种疫苗后 可能有20%的几率染病死亡 叶黄神情恍惚 现在去哪里找第一个病人 更不用说高达20%的死亡率 是个人都不敢尝试 不过聪明的叶黄还是冷静下来 他让人把安娜隔绝起来 然后安排一个农奴男孩去被感染 除了农奴男孩都不准接近安娜 不知情的农奴男孩尽心尽力照顾安娜 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牺牲品 太医让人告诉农奴男孩 只要身上起斗就告诉他 届时叶黄就会册封他爵位和姓氏 让他不用当农奴了 在等待期间 安娜的父亲和爱人谢苗 询问安娜还有没有救 太医摇了摇头 说珍惜现在的时光吧 安娜的父亲顿时哭得跟小孩一样 跟神明祷告 只要安娜能活下来 他愿意捐献全部家产给神明 安娜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可病魔是残酷的 安娜最终还是走了 最惨的是在塔叔干扰下 他连爱人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变寒和而终 而一直照顾他的男孩 也成功感染了天花病 太医很快就从他身上提取了疫苗 不过怎么让百姓接种疫苗 承担那高达20%的患病风险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叶黄的解决方法是自己带头接种 在无数国民的远远观望下 叶黄现场直播接种疫苗 他缓缓地伸出手臂 让太医划出一小道伤口 在为其接种天花疫苗 叶黄全程停住呼吸 眼神坚定 看着叶黄被吓得瑟瑟发抖 却战胜恐惧地没有退缩 太医直探叶黄是最勇敢的人 整个18世纪 人类都被天花病所奴役着 每年约有40万人 死于这场肆虐的传染病 叶黄身先士卒 率先接种疫苗 给全体国民做出表率 在他的号召下 百姓纷纷效仿 随后叶黄还下令 实施义务接种制度 在全国建立相关的医疗诊所 而这时承受丧女之痛的安娜父亲 毛遂自荐地担任诊所总负责人 并将全部家产捐献给诊所 争取不让安娜的悲剧重演 奥斯曼独死叶黄的阴谋 就此破灭 安娜的无辜去世 除了让人唏嘘以外 也为塔叔的利益集团崩溃 埋下伏笔 生儿子生出一块叉烧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番话让叶黄气得牙根直痒痒 叶黄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却被一阵刺耳的小提琴声打扰 小提琴演奏的是彼得进行曲 这让叶黄想到那个老是欺负他 最后被他弄死的彼得三世 叶黄气冲冲地去找小提琴声音来源 看看谁敢演奏彼得的进曲 却发现演奏者是儿子保罗 不仅如此 叶黄发现保罗除了私藏彼得遗物 居然还跟他的父亲彼得一样 也是肥特列二世的脑残粉 在叶黄的面前 欧哥普鲁士如何打败俄国 叶黄气得牙根直痒痒 严明肥特列曾经被俄国打得有多惨 直探以奥尔洛夫为首的俄国勇士 是钢铁般的战士 俄国是普鲁士勇士不可战胜之国 可保罗根本不听 一味地诋毁叶黄 一味地欧哥肥特列二世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越骂越上头的保罗 居然指责叶黄就是祸国妖妃 全俄国人对不起他的父亲彼得三世 等他登基后 他要给彼得建造全国最大的雕像 彼得威风凛凛的骑着马 踩着一条不断哀嚎的毒蛇 都不用猜 这条毒蛇就是指叶黄 保罗在血统上不知道是谁的 但性格就是彼得的翻版 曾经的彼得也是这样辱骂伊丽莎白女皇 然后差点就被处死了 好在他是叶黄的亲儿子 目前俄国王室的继承人 叶黄并没有杀了他 只是把他关了禁闭 然后转身把保罗的家教卸苗开除 毕竟这件闹剧已经传出去了 可闹剧的当事人 女皇的叶黄不可能不慈祥 皇储的儿子不可能不孝顺 那秦深的母子俩为什么会吵起来 肯定是保罗身边有奸臣蛊惑 于是家教卸苗就成为替罪羊 除此之外 叶黄还将私生子阿料莎接近皇宫 准备培养成保罗的替代品 此时的皇宫外 保罗正送卸苗离开 他很是后悔 他不应该害家教被开除 比起那些威力靠近他的人 堪称君子的卸苗 是保罗最敬重的人 他知道谢苗与叶黄侍女安娜相爱 因为身份背景悬殊 所以才一直没有在一起 他提出帮谢苗提亲来弥补他 谁知他们在半路上 就被塔叔拦住 塔叔不由分说地指责谢苗糊涂 差点害保罗被叶黄废掉 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还让谢苗放弃安娜吧 谎称自己已经求婚安娜成功了 谢苗这种穷鬼 是给不了安娜幸福的 在塔叔的强势与忽悠下 谢苗被赶下了马车 这让保罗很是不爽 塔叔不应该如此对待自己的老师 塔叔看出保罗的不满 故意打翻保罗的帽子 宣布自己的强势 塔叔说这都是为保罗好 试图掌控保罗 可保罗是什么人 他一直信奉的都是天大地大我最大 他现在只想砍死塔叔 两人的关系产生裂痕 之后就是安娜感染天花的事件 谢苗赶来想看看安娜 可塔叔不允许他们见面 命人赶走谢苗 谢苗竭力地反抗 不小心打了塔叔一巴掌 这把塔叔气得够呛 他虽然没有当场发作的殴打谢苗 却在事后用奸计杀了谢苗 让他和病死的安娜团圆 塔叔一直以来 都是想扶持保罗上位来当摄政王 可无论是不尊重保罗 还是杀死保罗最敬重的谢苗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将保罗越推越远 让他和叶黄走向政治同盟 塔叔也因此走向毁灭 无一走进满是天花病死人的房间 用小刀刮下天花病人的痘疮 细细研磨成粉 掺进化妆品的粉盒当中 任何人只要触碰到一点粉 就会立马感染最严重的天花病毒 三天之内就会死亡 而这份粉盒将会被送到叶黄手中 等叶黄被毒死后 奥斯曼就会大举入侵俄国 圣彼得保外 情报大臣正对奥斯曼礼物例行调查 等检查到粉盒时 一旁的乌衣偷偷拿出暗器 扎了一下旁边的礼物战马 战马吃痛得干吼起来 动静吸引了情报大臣的注意力 粉盒成功躲过了安检 奥斯曼大将军带着礼物面见叶黄 用和谈的假理由 希望叶黄能收下奥斯曼的诚意 谁知叶黄态度无比强硬 不仅拒收礼物 还将奥尔洛夫之前缴获的战利品 以及一封问泽书送到大将军面前 让他带给奥斯曼的首领苏丹 叶黄霸气地告诉大将军 他要一个解释 为什么奥斯曼的贵族将领 会带兵袭击俄国的百姓 如果苏丹给不出解释 那俄国给的就不是问泽书 还是战书了 叶黄一个眼神示意 侍卫又拿出一封战术摆在大将军面前 是问泽还是战争由他决定 大将军一时间骑虎难下 只能扯谎自己对此毫不知情 说等自己回去询问一下苏丹 见面会后 大将军找到塔叔求助 希望塔叔能帮他促进受理和谈 塔叔虽然天天想谋朝篡位 但他的本质也是俄国首承派贵族 自然是愿意答应和谈的 塔叔猖狂地告诉大将军 其实两国能不能和谈 其实也就是自己一句话的事情 他一定能让叶黄答应收下礼物 不过他希望大将军能帮他一个忙 就是转交奥斯曼宰相十万金币 让他劝告苏丹和谈 说是帮忙转交 实际上就是让大将军付钱 十万金币虽然是天价 但大将军想到叶黄能收下粉盒 感染天花病死以后 他们就可以攻占俄国 届时就可以让塔叔百倍偿还 就答应了塔叔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 塔叔之前就骗了波兰国王三十万金币 现在又可以用和谈为借口 向叶黄骗十万金币 塔叔向叶黄转述了奥斯曼的借口 蛊惑叶黄收下礼物的和谈 但叶黄坚决反对 他告诉塔叔只有打来的和平 才是真的和平 求来的和平只是软弱可欺的表现 见叶黄心意已决 塔叔只能不再提受理的事情 任由叶黄派遣使团去奥斯曼 宣判自己的政治主张 虽然受理的事情注定泡汤了 但塔叔不打算放弃捞一笔的机会 他跑去告诉奥斯曼大将军 叶黄已经同意收礼 让大将军把礼物都给他 塔叔收下礼物以后 转手就把粉盒送给了 欣赏人安娜的父亲 安娜年轻貌美 是叶黄的贴身侍女之一 父亲是大内总管 拥有俄罗斯前五百强的私人产业 塔叔认为娶了安娜就可以财色兼兽 但安娜却不喜欢可以当他爹的塔叔 塔叔是出了名的赌徒 是流氓和吝啬的代名词 安娜恳求父亲拒绝塔叔 但安娜父亲却想更为高权重的塔叔联姻 为了让女儿心甘情愿地嫁给塔叔 安娜父亲拿着一个盒子说 这是塔叔送的礼物 如果塔叔一如既往的吝啬 他就拒绝塔叔 如果很是贵重 那么塔叔是真的爱安娜 安娜就得同意嫁给塔叔 但那个盒子是奥斯曼的礼物 怎么可能不贵重 安娜愤怒地拿起粉盒 说就是普通的化妆品 结果无意中感染了天花病毒 就弄死了几百万的奥斯曼人 眼前的侍女只是稍微碰触一下 不到十分钟 她的皮肤就从极品白人变成非洲黑人 神态从十八岁少女变成大妈 安娜想求叶黄帮她解除婚约 却感觉被抽空地摔倒在地 叶黄连忙让奥尔洛夫扶她去医院 医生只是看了安娜一眼 差点就被吓得尿裤子 她颤抖地告诉叶黄 安娜感染了最严重的奥斯曼天花病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内心一沉 害怕自己也感染了天花 更有人做起祷告 只有叶黄还是冷静的 此时的她无暇顾及安娜是怎么感染的 立马命令奥尔洛夫用祷告的名义 将舞会上的所有人居家隔离 避免传染和恐慌 而他们这些离安娜最近的人 不准离开皇宫半步 同时命令太医准备治疗工作 太医表示俄国没有现成的疫苗 而安娜已经没救了 他们只能从第一个被传染的病人身上 提取天花病疫苗 而且接种疫苗后 可能有20%的几率染病死亡 还是冷静下来 她让人把安娜隔绝起来 然后安排一个农奴男孩去被感染 除了农奴男孩都不准接近安娜 不知情的农奴男孩尽心尽力照顾安娜 殊不知自己已经成为牺牲品 太医让人告诉农奴男孩 只要身上起斗就告诉她 届时叶黄就会册封她爵位和姓氏 让她不用当农奴了 在等待期间 安娜的父亲和爱人谢苗 询问安娜还有没有救 太医摇了摇头 说珍惜现在的时光吧 安娜的父亲顿时哭得跟小孩一样 跟神明祷告 只要安娜能活下来 她愿意捐献全部家产给神明 安娜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可病魔是残酷的 安娜最终还是走了 最惨的是在塔叔干扰下 她连爱人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变寒恨而终 而一直照顾她的男孩 也成功感染了天花病 太医很快就从她身上提取了疫苗 不过怎么让百姓接种疫苗 承担那高达20%的患病风险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叶黄的解决方法是自己带头接种 在无数国民的远远观望下 叶黄现场直播接种疫苗 她缓缓地伸出手臂 让太医划出一小道伤口 在为其接种天花疫苗 叶黄全程屏住呼吸 眼神坚定 看着叶黄被吓得瑟瑟发抖 却战胜恐惧地没有退缩 太医直探叶黄是最勇敢的人 整个18世纪 人类都被天花病所奴役着 每年约有40万人 死于这场肆虐的传染病 叶黄身先士族 率先接种疫苗 给全体国民做出表率 在她的号召下 百姓纷纷效仿 随后叶黄还下令 实施义务接种制度 在全国建立相关的医疗诊所 而这时承受丧女之痛的安娜父亲 毛遂自荐地担任诊所总负责人 并将全部家产捐献给诊所 争取不让安娜的悲剧重演 奥斯曼毒死叶黄的阴谋就此破灭 安娜的无辜去世 除了让人唏嘘以外 也为塔叔的利益集团崩溃 埋下伏笔 生儿子生出一块叉烧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这番话让叶黄气得牙根直痒痒 叶黄正在召开军事会议 却被一阵刺耳的小提琴声打扰 小提琴演奏的是彼得进行曲 这让叶黄想到那个老是欺负他 最后被他弄死的彼得三世 叶黄气冲冲地去找小提琴声音来源 看看谁敢演奏彼得的进曲 却发现演奏者是儿子保罗 不仅如此 叶黄发现保罗除了私藏彼得遗物 居然还跟他的父亲彼得一样 也是肥特列二世的脑残粉 在叶黄的面前 欧哥普鲁士如何打败俄国 叶黄气得牙根直痒痒 严明肥特列曾经被俄国打得有多惨 直探以奥尔洛夫为首的俄国勇士 是钢铁般的战士 俄国是普鲁士勇士不可战胜之国 可保罗根本不听 一味地诋毁叶黄 一味地欧哥肥特列二世 然后就有了开头的内幕 越骂越上头的保罗 居然指责叶黄就是祸国妖妃 全俄国人对不起他的父亲彼得三世 等他登基后 他要给彼得建造全国最大的雕像 彼得威风凛凛地骑着马 踩着一条不断哀嚎的毒蛇 都不用猜 这条毒蛇就是指叶黄 保罗在血统上不知道是谁的 但性格就是彼得的翻版 曾经的彼得也是这样辱骂伊丽莎白女皇 然后差点就被处死了 好在他是叶黄的亲儿子 目前俄国王室的继承人 叶黄并没有杀了他 只是把他关了禁地 然后转身把保罗的家教谢苗开除 毕竟这件闹剧已经传出去了 可闹剧的当事人 女皇的叶黄不可能不慈祥 皇储的儿子不可能不孝顺 那秦深的母子俩为什么会吵起来 肯定是保罗身边有奸臣蛊惑 于是家教谢苗就成为替罪羊 除此之外 叶黄还将私生子阿料莎接近皇宫 准备培养成保罗的替代品 此时的皇宫外 保罗正送谢苗离开 他很是后悔 他不应该害家教被开除 比起那些威力靠近他的人 贪称君子的谢苗 是保罗最敬重的人 他知道谢苗与叶黄是女安娜相爱 因为身份背景悬殊 所以才一直没有在一起 他提出帮谢苗提亲来弥补他 谁知他们在半路上 就被塔叔拦住 塔叔不由分说地指责谢苗糊涂 差点害保罗被夜黄废掉 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 还让谢苗放弃安娜吧 谎称自己已经求婚安娜成功了 谢苗这种穷鬼 是给不了安娜幸福的 在塔叔的强势与忽悠下 谢苗被赶下了马车 这让保罗很是不爽 塔叔不应该如此对待自己的老师 塔叔看出保罗的不满 故意打翻保罗的帽子 宣布自己的强势 塔叔说这都是为保罗好 试图掌控保罗 可保罗是什么人 他一直信奉的都是天大地大我最大 他现在只想砍死塔叔 两人的关系产生裂痕 之后就是安娜感染天花的事件 谢苗赶来想看看安娜 可塔叔不允许他们见面 命人赶走谢苗 谢苗竭力地反抗 不小心打了塔叔一巴掌 这把塔叔气得够呛 他虽然没有当场发作的殴打谢苗 却在事后用尖剑杀了谢苗 让他和病死的安娜团圆 塔叔一直以来 都是想扶持保罗尚未来当摄政王 可无论是不尊重保罗 还是杀死保罗最敬重的谢苗 他的所作所为 都是将保罗越推越远 让他和叶黄走向政治同盟 塔叔也因此走向毁灭 从没见过这么奇葩的母亲 当他得知儿子无法生育 甚至不喜欢女人时 立马将目光放到闺蜜索菲亚身上 想让他帮儿子成人 随后叶黄就带着索菲亚 去找保罗他们玩 刻意地给索菲亚和保罗制造独处的机会 叶黄此举也是被逼无奈 如今的整个俄国王室 除了叶黄和保罗 在硬算上被他接到圣彼得堡 强力为储君之一的阿料莎 满打满算也就三个人 人丁河等了西伯 关键是三人都没有俄国王室的血统 当得知保罗可能无法生育时 叶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即将绝后灭亡了 叶黄不是忘记还有阿料莎 可阿料莎才七岁 而且由于阿料莎隐藏得太好 叶黄一直认为他是不会说话的傻子 怕阿料莎生的孩子也是一个傻子 圣彼得堡里面 除了和阿料莎同样讨厌叶黄的保罗 没有一个人知道阿料莎 其实是会说话的 所以当知道保罗可能无后时 叶黄才想到让闺蜜去色又保罗的馊主意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儿子 叶黄连闺蜜都牺牲了 而担当闺蜜身份的女官索菲亚 除了笑呵呵地接受 也没有别的选择 毕竟自古半君如半虎 正当叶黄头疼儿子的事情 俄国又迎来新的危机 首先是国内又有人冒充王室造反 前面我们提到 叶黄找到文章学专家一万 用修祖谱的方式给叶黄找个祖宗 一定程度地增强了叶黄的王位正统性 但是那些人开始抨击保罗不是真的彼得儿子 而是叶黄用离猫换太子的方式 找来冒充的野种 他们要扶持伊凡六世的弟弟上位 复辟俄国罗曼诺夫王朝 虽然前前任国王伊凡六世倒霉催 年幼被伊丽莎白女皇囚禁 长大被叶黄灭口 但他的家人安东尼一族 一直都没有被杀 而是被两任女皇一直囚禁着 已经被囚禁27年了 按照法理 伊凡六世的两个弟弟也可以继位 现在那些野心家们 就是想扶持他的弟弟上位 有大臣们建议灭了伊凡六世的一家 让他们没有傀儡使用 聪明的叶黄拒绝了 伊凡六世的父亲安东尼公爵 虽然没什么用 但他的妹妹是丹麦女王 俄国的海军如果和奥斯曼开战 需要经过丹麦的海岸线 他们暂时不能得罪丹麦女王 叶黄决定先想想再说 刚开完会议 教堂的大主教来通知叶黄 他们开会后决定 不同意叶黄和奥尔洛夫的婚事 劝叶黄还是继续想想再说 大主教看似劝告叶黄冷静 但威胁的语气异于言表 叶黄敢结婚 他们就敢像诬陷彼得一样诬陷叶黄 不把叶黄祖宗18代黑城人间举了 他们就不是教廷众人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叶黄有些窒息 但更让他窒息的还在后面 下属来报 俄国的使团到达奥斯曼后 奥斯曼首领苏丹德之 他想用天花并攻打俄国的计划破产 礼物还被脑残的大将军送给塔叔了 一路之下杀了大将军 何除大事以外的使臣成员 他正在调遣军队前往前线 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叶黄得到使团被杀后 立马召集大臣开会商谈 奥尔洛夫分析战争最快会在秋天爆发 也就是两三个月后 现在应该调兵前往波兰 叶黄肯定了他的建议 命他制定一份对波兰的绥靖方案 积极对战争做好准备 同时命令塔叔利用人脉关系 争取各国盟友 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让他们的海军可以走近路 不然他们的海军和奥斯曼开战 得绕欧洲一拳 费力还不一定能用 塔叔建议可以释放安东尼公爵一家 以此向丹麦女王示好 没有继承权的安东尼公爵放不放无所谓 但伊凡六世的两个弟弟出去 不要说之前提到的反叛者们 就是丹麦女王 说不定都会以帮他们复辟的名义 在俄国与奥斯曼的战争中 分上一杯羹 所以孩子绝对不能放 甚至还得以绝后患地弄死他们 但弄死了孩子 安东尼公爵势必让妹妹丹麦女王复仇 这对俄国是有害无益 塔叔他们表示这个问题不大 如今的安东尼公爵已经瞎了 无法分辨孩子 他们弄死孩子后 可以偷粮换住地找来几个孩子 让他们继续保持交流就好了 叶黄当即拍板决定 他秘密地前往监狱 劝说安东尼公爵回国 塔叔他们负责执行偷粮换住计划的细节 一个女皇为了国家的安定 可以无情到什么地步 叶黄来到关押安东尼公爵一家的要塞 说自己可以放了安东尼公爵 让他跟妹妹丹麦女王团聚 安东尼欣喜万分 连忙叫孩子们过来感谢黄恩浩荡 安东尼公爵意识到情况有变 便没有非要带着你走 而是询问起儿子伊凡六世的情况 他得到自由了吗 叶黄表示已经得到了 伊凡六世已经不在监狱里面 安东尼公爵对此很是高兴 对叶黄那是千言万谢 这让叶黄很是惶恐 等安东尼去思考走不走时 叶黄想起伊凡六世去世的样子 是那么无助于可怜 可为了王威他不得不杀了伊凡六世 叶黄不停地祷告 祈求伊凡六世原谅他的罪行 保罗表示他刚刚看了安东尼的家人 长达27年的监狱生活 让他们对外界失去了认知 看到保罗的第一眼 就认为保罗是拯救睡美人的骑士 害羞地不敢说话 之后更是向保罗求婚 为了不让女孩们失去最后的希望 保罗答应了他们的求婚 可是说完话就后悔了 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沉默 看着女孩充满希望的眼神 保罗只感觉无法呼吸 安东尼一家27年的监禁岁月 对于年仅14岁的保罗来说 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压力 懦弱的他 只能将这种不满发泄在叶黄身上 希望叶黄能放了他们 叶黄早就对这个只会感情用事 无脑子大的儿子不满了 叶黄希望保罗能明白俄国的危机 以及帝王的无奈 然后就有了前文的叶黄怒吼保罗 因为所谓的善良 将自己和百姓推入绝地 那是脑残才会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合格的君王 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护国家 如果保罗只是普通人 叶黄会赞扬这个儿子的善良 可他是一个君王 而君王有事无情比有情好 最终安东尼公爵在思考后 拒绝叶黄返回丹麦的建议 因为从叶黄说的伊凡六世自由了 他就猜到伊凡六世已经死了 失去过家人的他不想再失去家人 对于安东尼的不配合 叶黄气得想杀了他们 却也为了局势不得不忍让 随后命令车夫 转到去科娃夫人的宅邸 查看土豆种植的怎么样了 能否作为战争储备粮 早在跟土耳其开战之前 叶黄就想通过引进土豆和玉米 以及一些其他高产农作物解决粮荒问题 但因为大家不愿意接受这难吃的新事物 一直不是很成功 只能用一些贵族先实验种植 科娃夫人就是负责人之一 在叶黄被安东尼气着 需要用土豆来散心时 他的儿子保罗可是很快乐的 保罗将监狱的事情告诉索菲亚 表示自己很是愧疚 虽然这个快三十的寡妇大姐姐 觉得彼得这个未成年的小弟弟幼稚 但想到叶黄的试探任务 不得不牺牲自己 事实上索菲亚的情人都有一个连对了 是一个情场浪女 但保罗不懂这些 很快就被索菲亚趁虚而入了 痛病快乐着 女皇正在巡视庄园 一尊雕像突然活了过来 手中掉落的风情吓了叶黄一大跳 庄园主人科娃夫人尴尬地大笑起来 表示买不起大理石雕像 只能找人靠下一下 叶黄虽然也陪同地大笑起来 却暗中示意敬卫军准备战斗 情报大臣收到指令的偷偷部署军队 刚进入庄园的时候 庄园里一片祥和安静 农奴们纷纷高兴地欢迎叶黄到来 不停地跪下直呼万岁 可叶黄清晰地察觉到 有的人虽然在笑 可是眼里含着泪水 有的人下跪时差点栽倒 似乎不久前刚刚被打过 其实不只是叶黄 连缺根筋的保罗也看出不对 这里的农奴好像备受虐待 下一秒 他们就目睹一个农奴被打了 保罗急忙让情报大臣救人 情报大臣表示先不急 这是科娃夫人的地盘 弄清楚情况再说 之后科娃夫人热情地 招待叶黄 准备了特技红酒 科娃夫人察觉到异样 连忙招待叶黄进屋 但为时已晚 叶黄说自己想去田间看看土豆 让科娃夫人带路 等直开科娃夫人以后 叶黄暗示情报大臣调查情况 而其中一个女仆在调查时 一个女仆不停地折断树枝 用响声引起了女仆的注意 之后在女仆的带领下 女仆来到一座仓库 发现一个男人被砍断四肢 掏空五脏六腑地挂在房梁上面 而女人也是被割掉舌头的无法说话 只能拼命地比划 恳求女仆能救救自己 女仆立马将此事告诉情报大臣 还提及自己好像看到农奴有武器 厂公知道后 立马让人抓捕了科娃夫人 然后将女仆看到的事情告诉叶黄 并言明农奴可能暴动 叶黄提出可以赔偿农奴 并且释放他们回家的平息农奴怒火 但厂公表示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现在只能先撤退再说 下一秒 漫山遍野传来怒吼声 这些农奴终于还是发动了起义 开始攻击他们 还好叶黄他们在禁卫军的掩护下 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安全地撤退了 事后叶黄看着情报大臣收集的资料 上面记载科娃夫人如何虐杀几百农奴 弄残上千农奴 同时科娃夫人与警察商人 所有压迫群体沆瀣一气 让农奴逃跑无门 报关无门 看着成百上千的涉案名单 叶黄越看越恼火 决定要将科娃大卸八块 满清十大酷刑都来上一点 并且撤查农奴的待遇问题 将涉案人员依法处决 谁知叶黄的举动 遭到全体大臣的反对 他们表示农奴的核心就是奴隶 在全国各地 贵族虐待农奴已经是常态 比科娃更过分的也比比皆是 如果现在撤查农奴 那就无异于跟全俄国的贵族阶层作对 同时他们也不能处死科娃 因为俄国的法律规定 贵族除造反外任何罪都不死刑 除死科娃夫人 也是对全俄国的贵族阶层宣战 简单来说就是 礼不下数人 行不上大夫 为了应对现在的俄国危机 他们不能对贵族阶层下手 这让叶黄那个气啊 后悔他们国家为什么没有商样 给他来一个商样变法 叶黄越想越窝火 跑去找情人波将金约会去了 这段时间 奥尔洛夫因为头痛和治疗那个 隔三差五的就去治病 很少来搭理叶黄 这让大家议论纷纷 一度传出奥尔洛夫变心的消息 不过叶黄并没有管他 一来是他相信奥尔洛夫 二来是他有了新欢波将金 果然成功的女人 永远不缺男人 被波将金的爱情滋润后 叶黄也冷静下来 选择以大局为重 先跟贵族阶层妥协 最终叶黄只能以杀人罪 和让女皇陷入危机罪 剥夺科娃夫人的贵族身份 判处无期徒刑 处决完科娃夫人以后 叶黄迫切地想增加权威 让自己不用对贵族阶层妥协 不久后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在边境线 开始小规模的战争 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战争 以及国内的反叛危机 叶黄想到一个驱虎吞狼的妙计 他任命塔叔为丞相 赐大理事宫殿一座 十万亩为开垦的土地 两万农奴和五十万卢布的工资 完全都督前线的军政大使 大到前线的主帅换人 小到后勤的一针一线 塔叔都可以一力负责 皇权特许 先斩后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塔叔已经达到摄政王的目标 而一向贪婪的塔叔 就如叶黄猜测的那样 只可供患难 不可供富贵 已经达到目标的 他很快被其盟友 站到了叶黄的那边 为叶黄赴汤蹈火地被刺反叛军 当叶黄为驱虎吞狼 而沾沾自喜时 却不知道自己的后宫乱了 为检查儿子的生育能力 叶黄不惜派出闺蜜亲自试探 自古半君如半虎 面对叶黄的命令 索菲亚虽然不喜欢 但也必须接受叶黄命令的色诱保罗 在情场浪女索菲亚的攻势下 皇储保罗很快就沦陷了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索菲亚还是没有传出怀孕的消息 这让叶黄等得很是不耐烦 指责索菲亚不够尽心尽力 他给索菲亚两周的时间 如果索菲亚还不能怀孕 就去北极种菜去吧 此时的叶黄完全忘记了 十几年前 伊丽莎白女皇也是这样命令她的 命令叶黄两个月之内 必须怀上保罗的孩子 不然就去北极种地 最讽刺的是 在叶黄没有得到刺名之前 也叫索菲亚 只能说屠龙者中成恶龙 万幸索菲亚的运气不错 很快就怀上了保罗的孩子 然后叶黄并不打算让索菲亚生下来 毕竟索菲亚是一个快三十的寡妇 私生活很是荒唐 曾经一晚上和四个男人谈恋爱 男人多的都有一个团了 如果索菲亚生下彼得的长子 传出去是一个笑话 叶黄夸奖索菲亚服侍她多年 劳苦功高 特地赏赐她大量的土地农奴 还介绍一个黑医生给她体检 如果检查出生病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索菲亚不是正直白痴 听得出叶黄是让她找黑医生流产 赏赐就是她的赔偿款 第二天 索菲亚偷偷地找到黑医生流产 然后黑医生在了解始末后 告诉索菲亚一个残酷的消息 由于她的私生活很是荒唐 身体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 如果现在拿掉孩子 她可能无法生育 换言之 这个孩子将是她唯一的一个孩子 这番话让索菲亚陷入两难 最终想当母亲的女性本能 战神了对叶黄的恐惧 索菲亚来到叶黄的面前苦苦哀求 在索菲亚的苦苦哀求下 叶黄终究是保留了最后一丝善良 她让索菲亚与保罗彻底断绝关系 等孩子生下来后 就给她滚到赏赐底待着 终生不准出来 索菲亚如蒙大赦 赶紧去找保罗断绝关系 而保罗也敏锐地察觉到 索菲亚已经怀上她的孩子 在两人的朝夕相处中 保罗这个从小却母爱的孩子 对知心大节节索菲亚动了真心 将为数不多的希望与温暖 给了索菲亚许多 索菲亚是她最真挚的初恋 初为人妇 还是和唯美的初恋 保罗无异于是兴奋的 她坚决不同意分手 还说要跟叶黄说清楚 然而索菲亚却告诉她残酷的真相 唯美的谎言就像一层泡沫 戳破后 只剩下残酷不堪的现实 年仅十四的保罗不相信这一切 她不认为索菲亚一点真心都没有 吵着要找叶黄要说法 索菲亚急忙拦住她 保罗彻底呆滞了 此刻的她终于明白 无论索菲亚有没有爱过她 为了她和孩子的安全 都只能说不爱自己 同样的 自己为了他们母子的安全 也必须说自己不爱索菲亚 最终保罗同意了与索菲亚断绝关系 当两人只是逢场作戏的玩玩 也对她的母亲叶卡杰琳娜女皇 产生了更多的怨恨 与此同时 保罗能生孩子的消息 给叶黄吃了一颗定心丸 让她开始有勇气地铲除一几 叶黄的撩汗能力能有多强 聊起裙摆 赤脚在海滩南部 指尖自然地落入中尉的手中 一天八百封信件的往来 在相约花园散步 点到极止 将彼此浓烈的爱意拉满 而此时宠冠六宫的奥尔洛夫 早已不复当年的英勇 几次甚至因为操劳过度晕倒 无奈之下 只能天天跑去治病 与叶黄的感情越来越淡 这让叶黄在修理他时 下手越来越狠 早前我们就一直提到 叶黄因为得胃不正的问题 导致在胃六年 各种叛乱仍屡经不止 所以正统问题一直是叶黄心中的词 但是因为保罗的生育问题 导致他只能因拉私生子阿料莎上位 然后自己和情夫奥尔洛夫结婚 再生一个正统出来 然而如今保罗的生育问题得到解决 叶黄就开始抓紧正统问题了 他的开胃菜 就是把年幼的阿料莎送到国外留学 勒令除了自己下令让他回来 阿料莎终生不能进入俄罗斯半部 然后就是命令下面人开始准备 在欧洲各国挑选公主选黄处妃 叶黄表示保罗已经废物了 他要好好地调教孙子 为俄罗斯找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如今的叶黄 越来越像当初的伊丽莎白女皇 下一代的发展问题 很快就被叶黄的安排好 而让他迟迟下不了手的老情人奥尔洛夫 也很快就把自己做死了 随着奥尔洛夫治病的术瑜接近叶黄 大家都在传他变心了 三人成虎 起初不相信的叶黄也担忧起来 随后下令调查奥尔洛夫 情报大臣通过严刑拷打黑医生 得知奥尔洛夫已经扮成为性无能 只能通过特效药来重振雄风 但是副作用是已经彻底失去生育能力 而且奥尔洛夫好像大脑有问题 看着跟命不久一样 几乎失去性能力和失去生育能力 无异于宣告了奥尔洛夫的死刑 这让叶黄对奥尔洛夫谨慎的爱情 开始一步步走向肖王 这天大主教找到叶黄的商量婚事 说自己同意他和奥尔洛夫结婚了 得益于叶黄用几乎设政的方式拉拢塔叔 让塔叔开始各种被刺盟友 大主教这个直老虎开始服软了 来找叶黄的主动求和 面对大主教的服软 叶黄也没有落井下石 反而主动争取大主教的同盟 叶黄表示婚姻的事情先放一边 他可以不再打压大主教他们 甚至还会一定的赏赐扶持教庭 宣布教庭的神圣不可侵犯 但与之对应的 大主教必须公开支持俄罗斯与奥斯曼战争 无条件支持前线战争的进行 比如蛊惑那些农奴 邢丹情愿地上前线打仗 在一阵利益交换后 叶黄与大主教达成盟约 政治是一场妥协的艺术 在叶黄越发老辣的政治手段下 他开始拉拢大多数利益团体 与此同时 奥尔洛夫察觉到叶黄开始不喜欢他 自己可能要被分手时 他做了两件错误的大事 第一件 他找到塔叔进行政治同盟 希望塔叔支持他和叶黄联姻 其实很早以前 奥尔洛夫就想通过吹叶黄的枕边风 给官和给钱来试图拉拢塔叔 达到脱离叶黄的成为实权派目的 可叶黄深知权力不能让 于是多方面考虑之下 截胡地拉拢了塔叔 让奥尔洛夫的计划落空 谁知他现在还不死心 居然想拉拢塔叔的实现婚姻称帝 而老油条的塔叔知道在当前的局势下 自己的地位已经走到头了 言辞拒绝了奥尔洛夫的联盟 还提醒奥尔洛夫 叶黄不喜欢他的心腹彼此走得太紧 但奥尔洛夫听不进去 还在上蹿下跳的拉拢大主教他们 希望支持自己和叶黄联姻 然后第二件错事 也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打算杀了波将金 这个男人的后妃地位不保 桀骜的他放出大招 仗着权势将波将金打了一顿 打得波将金直接下了一只眼 之后更是将波将金逼得远走前线 奥尔洛夫以为打走叶黄的心宠 自己就能继续宠关六宫 这件事很快就被叶黄知道 奥尔洛夫的上蹿下跳 让叶黄愤怒无比 于是在全国出征官员的任命仪式上 叶黄并没有像之前约定的那样 任命奥尔洛夫为全国兵马大元帅 而是任命他为俄罗斯对奥波联军的战线兼军 而地中海的分舰被撕裂 也是由奥尔洛夫的弟弟奥地担任 在场的官员或多或少都是领军厮杀的任务 唯独奥尔洛夫只是得到干看着的兼军职位 这让奥尔洛夫很是不爽 指责叶黄背叛了他 如果不是他 叶黄根本当不上这个皇帝 邪恩图报 君王最忌讳的一项 叶黄再也懒得搭理奥尔洛夫了 事后奥尔洛夫意识到这段时间的错误 跑去找叶黄各种道歉 可惜为十一晚 三天后 叶黄召开官员进行最后的大会 提出自己想开战了 但他不想在宣战书上写着叶卡杰林的二十 想换一个名义宣战 可大家选了很多称号 叶黄都不满意 继父一万站出来引经据点地表示 叶黄可以自封为大帝 叶黄表示这不合适吧 但脸上的笑容是挂不住的 在场的老油条哪里不懂叶黄的意思 纷纷表示叶黄可以自称大帝 解决了名称问题 终于可以宣战了 随着叶黄一声令下 大批的军队开始奔赴前线 海上战场将在地中海开战 陆地战场将对战奥斯曼与波兰联军 值得一提的是 俄罗斯在电视中竭力表现自己的无辜 然而真实的历史上 开战三国的底子都不干净 在这场战争中 有两个年轻人特别值得提及 安德烈和洛维奇 他们都是保罗的发小 号称生死兄弟 但无一例外地都给保罗戴了绿帽子 在奔赴战场前 洛维奇就毫不隐藏地找到索菲亚 说自己将奔赴战场 希望索菲亚能给他写信的机会 在战场上 如果没有牵挂一声的人 是没办法活着回来的 这几乎求爱的话语 让索菲亚一愣一愣地 直截了当地告诉洛维奇 自己的名声不好 还大洛维奇十岁呢 但洛维奇表示不在乎 说自己痴迷索菲亚已久 只是索菲亚跟彼得谈恋爱 自己才没有追求索菲亚的 然后他们已经分手了 洛维奇希望索菲亚能够给一个 让他追求索菲亚的机会 洛维奇说完就跑了 索菲亚一阵局促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年轻人 随着战争的爆发 叶黄也迎来新的挑战 生儿子生出一块叉烧是什么感觉 擅长忤逆的保罗又开始作妖 这一次竟直接拿枪对准了叶黄 叶黄强忍心中的愤怒 放下手中的花 眼皮都不带眨一下 静止地走到保罗的枪口下 最终保罗还是没敢开枪是母 只能收起枪的愤然离开 而导致母子刀剑相向的罪魁祸首 还是保罗的父亲彼得三世 此时俄罗斯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 或者说是节节败退 所有人都以为俄国快败了 国内的野心家们找到机会 又有人冒充彼得三世复活的开始造反 有大臣提出他们之所以老是造反 主要是彼得三世去世时 并没有加冕为敌 也没有葬在皇家陵园 而是随意安葬 这给了大家一个遐想的空间 彼得的死亡是不是造反导致 如果他们能将彼得迁回皇家陵园 死苍蝇一样难受 可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 也只得答应地将彼得风光厚葬 这一举动 让彼得死忠粉的儿子保罗很是满意 彼得的魅力来自他的想象力 更是来自保罗母爱的缺失 为了迎接自己的父亲彼得回皇家陵园 保罗做了充分的准备 然而这时叶皇的继父伊万告诉叶皇 他去查看彼得的墓地 发现当年安葬的人 就是刨个坑埋了彼得 没有棺材 没有十字架 周围全部都是杂草 他们差一点就找不到彼得墓穴 彼得的墓地连农奴都不如 农奴最起码还用树枝凑个十字架呢 如果现在让国民围观签回葬礼 跟直接告诉国民 彼得是被叶皇弄死的没什么两样 无奈之下 叶皇只能放弃签回彼得坟墓的计划 这深深地刺激了保罗 认为叶皇剥夺他为人自尽孝的责任 竟敢大不尽地把枪面对叶皇 这一枪下去 保罗不忠不孝权都得背上 还好保罗最终没有是军事母的胆子 停止错误的行为 保罗这一行为 无异于撕开母子俩最后的脸皮 从此他们只能是政治母子 人前母次子孝 人后懂得都懂 为了惩罚保罗的冲动行为 叶皇派人将保罗软禁起来 不准他和任何人见面 重大事项也不再喊他 虽然家里的繁星是一大堆 但战场上却好消息不断 奥尔洛夫的弟弟 俄国地中海分舰队司令奥迪 在海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让奥斯曼人的战船更加集中 然后用小船装在翼然屋 利用夜晚的风向急速袭击奥斯曼战船 一举烧了他们 用国人比较好理解的方式 就是三国时的火烧赤壁战役 而保罗的发小安德烈也提出 为了能增加掩护时间 他建议小型战船全部冲入敌军本阵 这样敌军就不敢乱开炮 能掩护多一点时间 这时有人提出反对 他们的海军力量太过于薄弱 如果主力舰队掩护支持不到晚上 他们就得全军覆没 奥地表示刚耗着就能赢了 再耗下去也是输 他们现在只有破釜沉舟一条路 要么提前全军覆没地战死一国他乡 要么胜利地回家 时不我待 众多军官只好不再反对地开始行动 天命在俄罗斯 靠着这招火攻其袭 俄罗斯的部队虽然惨胜 但彻底覆灭了奥斯曼地中海舰队 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姐 与此同时 俄国陆军在对战波兰联军时 在大将苏沃洛夫和波将金的带领下 也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姐 当然比起两条大姐最重要的是 那位整天想用天花弄死俄罗斯的奥斯曼苏丹 因为没有接种天花疫苗 最终感染天花而亡 外部传来好消息没有多久 内部也传来好消息 索菲亚生下一个孩子 虽然是没有继承权的私生子 但孩子的出生 意味着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 迎来他的第三任官方子孙 血统得到延续 此时的叶黄可以说是运起来了 党都挡不住 面对接二连三的喜事 叶黄高兴地差点抽过去 此番胜利对外事开疆拓土 对内事提升威望 无人敢返 叶黄特地召开庆祝大会 让部分将领回来表彰庆功 鼓舞前线的三军士气 也因此喊回来两个大麻烦 在衣服散落一地的船上 一对男女正忘情地交付彼此 他们一个是俄罗斯的未来太子妃 一个是太子的好兄弟 安德烈对此很是后悔 自己怎么能睡好兄弟的未婚妻呢 可是面对女人的致命诱惑 他就克制不住自己 想到大哥都能睡太子保罗的女人 自己为什么不忙 在几年前 俄罗斯取得与奥斯曼的初次胜利时 叶黄召开庆功宴 表彰部分立功的将领 安德烈和洛维奇兄弟因为英勇善战 得到叶黄的特别嘉许 保罗对此很是羡慕 当初他们号称圣彼得保三费 可如今另外两个是国民英雄 而自己还只是废材一个 他觉得自己只要上了战场 一定能洗刷废物称号 但洛维奇兄弟表示 如果能不上战场 他们宁愿当圣彼得保三费 无论多么被人看不起都行 残酷无情的战争 摧毁这两兄弟对战争的热血中二 庆功宴后 洛维奇特地找到索菲亚谈心 此时的索菲亚正在逗弄孩子 在旁人的眼中 洛维奇这身衣服挺应景的 洛维奇看着索菲亚 支支吾吾半天不敢开口 索菲亚便开玩笑地询问洛维奇 他不是说上了战场 就会给自己写信吗 让自己因为有牵挂 才有活下去的勇气吗 他怎么一封信都没有看到 是因为自己不是他的牵挂了吗 索菲亚只是想挑逗洛维奇取乐 谁知洛维奇深吸一口气 从包里掏出一个戒指盒 向索菲亚求婚 他表示自己在战场上 无数次都想写信 可是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他不想索菲亚担心他的死亡 虽然索菲亚不一定担心 不过在战场时 他越发坚定一个信念 如果能回到俄罗斯 就向索菲亚求婚 名门出生的战场英雄 洛维奇会被笑话死的 而且自己已经无法再生育了 又大了洛维奇整整十岁 可这一切的一切 在洛维奇面前都只是小事 他不停地用爱意 去说服索菲亚结婚 最终索菲亚被洛维奇打动 答应他的求婚 保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被兄弟给坑了 时间又过去了几年 俄罗斯终于完胜了奥斯曼 至于怎么赢的 我们会在下一步讲到 在全国的表彰大会上 叶黄做出一个破格的决定 就是将他不再爱的奥尔洛夫 以高官厚禄的方式 赶出俄罗斯中枢 在俄罗斯与奥斯曼的六年战争中 奥尔洛夫虽然颇有牢记 但也给叶黄添了很多麻烦 爱与战局需要团结一切人才 叶黄对他没有过多的算账 但如今战局已定 叶黄便一口气地跟他算账 叶黄虽然给予奥尔洛夫高官厚禄 但没有太多的实际权利 还远离叶黄所在地中书 叶黄让奥尔洛夫三天后就去上任 奥尔洛夫不甘心 祈求能留在叶黄的身边 哪怕只是普通的侍卫 但叶黄让他别说了 如果奥尔洛夫还爱着自己 就离开吧 他们一别两宽 事已至此 奥尔洛夫对叶黄说了一句我爱你 便离开了圣彼得堡 全国表彰大会后 叶黄难得地松了一口气 他要办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 将登他写了六年情书的 波将金召回皇宫 过起阵与将军解战袍 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日子 第二件事 派遣大将安德烈 去接三位皇储妃候选人回国 但此举显然是失散了 候选人储妃之一的明妮 说好听一点是阳光开放 说难听一点是公交车一个 见着帅的就想发生关系 而安德烈是下半身思考的蛮牛一个 连明妮的五十岁女仆都不放过 更不用说明妮了 安德烈也不顾兄弟情谊 和明妮发生了关系 事后安德烈表示很后悔 觉得自己背叛了兄弟 但明妮告诉她 自己成不了太子妃 毕竟检查厨子的那一关就过不去 安德烈才知还要检查厨子 嘴角一上扬 当场又背叛了好兄弟保罗 当然检查只是一个原因的 最重要的是 安德烈认为传上那个温柔漂亮 不似凡人的路易斯公主 才是最有可能被选上的 以路易斯公主的纯洁友善 没有人不喜欢她 她肯定是叶黄的最佳选择 但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女孩缓缓地掀起裙子 张开双腿 让医生拿镜子看看她是不是厨子 看着这一系列的举动 叶黄的思绪回到当年 她也曾在婆婆伊丽莎白女皇的强制下 经历这场羞辱的检查 叶黄急忙让太医停下 她不想成为伊丽莎白一样的婆婆 只是走上前 让明妮看着她的眼睛 郑重地询问她是不是厨子 对于这个一来就逗得她哈哈大笑的女人 叶黄有种找到同类人的兴奋感 愿意给她信任 叶黄露出满意的笑容 取下脖子上的项链 给明妮戴上 选中她心仪的太子妃 正如当年伊丽莎白女皇 亲手给叶黄戴上项链一般 但是叶黄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一环节 还是婆婆伊丽莎白女皇略胜一筹 测试结束后 皇子保罗和三位公主一起散步 进行最后的选择 在聊天时 博学多才又多愁善感的路易斯 很快就吸引了彼得的注意 尤其是两人聊起同一部喜爱的文学时 两人更是找到灵魂的共鸣 你一句我一句的背弃文字台词 此时的两人 眼中只有彼此 这让彻底沦为电灯泡的明妮一阵不爽 就通过保罗他们的台词猜测 并嘲讽故事的主角就是傻子 明知道绝对失败还傻乎乎的去做 这句话遭到彼得反感 认为明妮不仅无情 还是不学无术的人 她的此生唯一选择是路易斯 然而等叶黄问她的选择时 保罗却选择了明妮 保罗与母亲隔阂颇深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中 当年枪指叶黄以后 更是到现在都还在被软禁 她预感到自己以后 只有反抗和处死两条路 她不忍路易斯被软禁 不忍路易斯早早地香香郁郁 所以她只能放弃挫爱路易斯 娶了讨厌的明妮为妻子 这让叶黄露出一点笑容 这个儿子还算有点男人养 可惜母子俩终归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没说一两句就分开了 不久后 明妮与保罗结下婚姻 虽然保罗很反感明妮 但她尝试爱上明妮 尝试做一个好丈夫 但谁知明妮死性不改 成为处妃后 不仅天天挑拨彼得和叶黄的关系 还和安德烈不清不楚的 这天安德烈来到两人的私会处 明妮的浴室来优惠明妮 安德烈洗干净了身子 却迟迟等不到明妮 色欲大起的她 就像在船上一样 拉着明妮的女仆大妈一阵谢欲 这一举动很快就被人告知保罗 起初保罗还一阵调侃 自己的好兄弟真是口味重 连50岁大妈都不放过 但仆人却提醒保罗 事发的地点可是明妮的浴室 安德烈为什么出现在明妮浴室 那可是不能擅闯的太子妃私密场所 安德烈是想去行刺太子妃 还是想干嘛 总不至于冒着杀头危险 就是为了玷污女仆大妈吧 保罗的笑容立马消失了 吃瓜吃到自己的头上 保罗气愤地找到明妮 质问明妮是不是跟安德烈四通 将今天的事情猜测告诉明妮 没有证据的事情 明妮当然不会承认 各种找话题的扯开不打 气得保罗只能含恨离开 之后明妮把女仆喊到卧室 对着女仆一阵拳打脚踢 责怪女仆居然出卖了她 对女仆极致的虐待 事后明妮怕事情闹大 让人把奄奄一息的女仆 丢到大街上自生自灭 可惜志大才输得她忘记一句话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重伤的女仆被巡逻的士兵救下 情报大臣询问女仆 是谁把她打成这样的 而女仆为了复仇就全说了 叶皇得知后 气得牙根都要咬碎了 这个婆婆深夜闯进儿媳的房间 掀开她的被子 明妮起初想狡辩一番 可看着霸气愤怒的叶皇 她就知道自己勾搭的事情 东窗事发了 急忙准备逃走 想忽悠保罗来救她 却被叶皇一脚踩中外袍 狠狠摔倒在地上 叶皇说完就霸气地离开了 之后询问情报大臣 明妮到底背叛了保罗多少次 大臣告诉叶皇 早在明妮进入俄罗斯之前 就已经号称公交车的有多个男人 进入俄罗斯以后 有名有姓的就有八位 这让叶皇气得都笑了 与此同时 情报大臣还告诉叶皇 明妮除了勾搭各种男人 还在私底下积极联络塔树等人 想拉拢他们 并且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写信 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据明妮在信中所称 她是想重演叶皇的称帝道路 成为下一任的俄罗斯女帝 这让叶皇一愣一愣的 明妮哪里来的自信 难道是路易十六那个 摸不着头脑的傻子给他 值得一提的是 路易十六晚年被砍头出死 真的成为摸不着头脑的男人 在这里 明妮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 她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一面 认为叶皇是靠说服奥尔洛夫 和波兰国王为首的几十个情人 才有了今天的大帝之路 而她凭着美貌说服安德烈等几百人 凭什么不能成为俄罗斯女帝 却忘记叶皇能成为俄罗斯女帝 更多是靠勇气和实力 当年叶皇是说服了奥尔洛夫等人不假 然而刚刚继位的彼得总揽大权 一句话就逼得他被关在修道院 之后彼得倒行逆施 成为全国的罪人 却还在名义上是俄罗斯国王 身后有大量的拥护者 比如当他是傻子好骗的 普鲁士国王菲特利二世 但叶皇毅然决然的三千人马起兵 迅速的政变夺为 外具奥斯曼为首的群雄 内政每天说他得为不正的反叛者 每天和塔叔这些野心家勾心斗角 每一样都少不了勇气和智商等 如果只是单纯的靠说服男人 估计就是路易斯公主的颜值 都不够征服那些野心勃勃的男人 更何况真实历史的叶皇自己 长相跟好看一点都搭不上 对于叶皇来说 男生只是调味品 而非必需品 很明显明妮就是走入误区 才导致自己的杀身之祸 第二天 叶皇就下令让人处死安德烈 并找到明妮 说自己已经让大主教下令 他和保罗的婚姻不算数 明妮需要尽快离开俄罗斯 明妮也不傻 知道自己离开俄罗斯必死 便告诉叶皇自己怀孕了 无论孩子是不是保罗的 只要在婚内所生 这个孩子就是合法继承人 如果不留在叶皇身边 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 偏偏自己怀孕时 叶皇还没有解除婚姻呢 明妮一脸有恃无恐地看着叶皇 赌叶皇不敢赶她走 而她终于赌对了 叶皇虽然可以在路上做掉她 但放她出去就代表意外太多 叶皇不想节外生枝 只能愤然地离开 打算等明妮生下孩子 就把她剁成饺子线 谁知明妮机关算尽 却败给了天命 生孩子时难产大出血 留下一句她诅咒俄罗斯血脉禁断后 寒恨而终 保罗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陷入为主地认为是叶皇对明妮下手 明妮出轨的事情 保罗只有猜测 没有实证 所以她还是珍惜妻子的 叶皇让她冷静 递给保罗一打信件 里面都是明妮与情人的情书 保罗现在绿得不行 叶皇表示保罗是一个失败者 被一个女人骗成这样 在接下来的联姻中 就不要再相信女人了 好好的当生产工具人就好了 可保罗从索菲亚开始 一次次的感情失败 早已心灰意冷 发誓自己永远不会结婚了 然而打脸来的就像龙卷风 而叶皇也遭遇人生危机 男人的后宫地位不保 只能跪下放出大招 面对奥尔洛夫的苦苦哀求 叶皇视而不见 因为他的心中只有爱人多酱精 桀骜和只会添麻烦的奥尔洛夫 已经是过去时了 在奥尔洛夫被赶回家乡后 叶皇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然而这天情报大臣告诉他 有人举报奥尔洛夫 玷污了12岁的表妹 天天把表妹拉进房间不肯出来 叶皇对此勃然大怒 他早知奥尔洛夫经常做错事 没想到居然对12岁的未成年女孩下手 叶皇让人把奥尔洛夫带来 他要生疤了奥尔洛夫的皮 然而等叶皇见到他时 奥尔洛夫早已不负当年的桀骜 宛如一个傻子的趴在叶皇标像上 不停地喊着叶皇 情报大臣禀告说那些人是诬告奥尔洛夫 他早已没有那个能力 并且在返回家乡不久 便因为头伤而彻底疯了 如今的奥尔洛夫 智商宛如一个十岁的小孩 只是脑海中的最后一点执念 把长得像叶皇的表妹当成爱人 死活不肯撒手 私下里 他和表妹都是称呼洛夫与杰琳娜 而年幼的表妹误认为洛夫喜欢她 才没有反抗地进入她房间 看着昔日桀骜自信的爱人 如今沦落到如此甜地 叶皇一时间五味杂陈 回想起当年两人的恩爱甜蜜 叶皇更是后悔 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过于无情了 之后叶皇让人把奥尔洛夫送到医院疗养 好生照顾 至于表妹就严加教育 让她知道现实的好与坏 送别奥尔洛夫后 叶皇找到波将金 说自己累了 想和波将金组个家的平淡生活 面对叶皇的求婚 波将金没有拒绝 这份长达十年的爱情 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 叶皇又开始担心起儿子来了 又紧锣密鼓地给彼得选妃 或许是叶皇太想要孙子了 所以这一次选妃时 彼氏面试都不设置了 叶皇直接轻点了 玛丽亚作为皇储妃 只是因为她听说 玛丽亚虽然家境长相 都不是很好 但贤良舒德 博学多才 已经得到众多王子伯爵的求婚 是一个好姑娘 就轻点了玛丽亚为皇储妃 保罗得之后大为不满 认为叶皇是在坑害好人 几次感情不幸的保罗表示 自己会履行责任 跟人生下俄罗斯的继承人 但自己要去找玛丽亚说清楚 他们只是生产工具的关系 如果玛丽亚不同意 叶皇不准威逼玛丽亚生孩子 虽然不理解保罗的做法 但是叶皇同意了 来到见面的地点 保罗说明自己的来意 索菲亚对此大为不解 还提出保罗的合同有问题 各种逻辑都不清楚 这让保罗的脸上有些难堪 羞辱地表示 如果他们结婚了 玛丽亚每生一个孩子 就会得到一万金币 将玛丽亚误化了 玛丽亚很是难堪 脸色都不好起来 保罗有些心软 连忙给玛丽亚道歉 说明自己的难处 玛丽亚脸色这才稍微好一些 玛丽亚表示自己 无意成为皇储妃 之所以和保罗见面 是因为保罗的家乡 圣彼得宝在北围59 而保罗出生于54年 玛丽亚的家乡在北围54 而他出生于59年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自己和保罗很有缘分 有时候对一个人态度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玛丽亚的一番话 让保罗对这个端庄贤淑 谈吐不卑不亢的女孩 产生心悦之情 很快就被玛丽亚拿捏了 两人在不久后洗劫脸里 一年后 保罗和玛丽亚生下了孩子 叶黄也露出自己的獠牙 这是什么屠龙者忠诚恶龙的故事 王妃刚刚生下孩子 就被婆婆一把抱走 王妃挣扎地从床上爬起来 恳求叶黄把孩子还给她喂奶 但遭到叶黄的羞辱是拒绝 眼前的一幕实在似曾相识 叶黄当年生下孩子 也是被婆婆伊丽莎白女皇抱走 无论她如何奢求 也要不回孩子 只是得到一个项链的赔偿款 等叶黄当了婆婆 又将这一切悲剧 原封不动地夹在儿媳身上 儿媳玛丽亚似乎就是工具人 面对叶黄相同的困局 玛丽亚没有束手待毙 而是跑到了教廷寻求帮忙 打算用舆论的力量压迫叶黄 如今的玛丽亚生下保罗的嫡长子 让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 有了正统的继承人 是对国家有功之人 而他在此时此刻跑到修道院 说自己被关了起来 叶黄立即派人去带教廷回玛丽亚 却遭到大主教的拒绝 叶黄一怒之下 带兵包围了教廷 准备抢回玛丽亚 一向唱反调的大主教 此刻难得地说起了公道话 他表示叶黄渴望得到救赎 走出伊丽莎白一家给的不幸因应 可救赎的方法应该是制止悲剧 而不是制造悲剧 当年伊丽莎白女皇夺走叶黄的孩子 如今叶黄夺走玛丽亚的孩子 叶黄跟伊丽莎白女皇又有什么区别呢 听着大主教的劝告 叶黄想起了当年伊丽莎白女皇的压迫 彼得的无情无义 以及自己的骨肉分离之苦 叶黄默默留下泪水 最后叶黄将孩子还给保罗夫妇 决定等孩子十字懂事了再亲自教导 也算完成了当年的遗憾 不仅如此 叶黄还下令释放安东尼一族 以偿还当年杀死伊凡六世的罪孽 虽然伊凡六世的两个弟弟仍有危险 但叶黄还是选择放了他们 结束他们一家长达四十年代囚禁生活 可惜安东尼公爵多年前便已经逝去 安东尼一家走后 叶黄来到监禁场所 体验三天的安东尼一族苦难生活 用惩罚来赎罪 叶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故人 伊丽莎白 伊凡六世 保罗 安东尼一族 明尼 玛利亚 那些害她的或者被她害的 那些她讨厌或者喜欢的人 都已经成为过去时 她的征程远没有结束 罪孽将在赎罪中到此为止 故事的最后 解决完一切的叶黄 终于如愿以偿地和伯江金结婚 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叶卡杰琳娜在位34年 让俄国史无前例地扩张 实现了一系列的军事成就 并建造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 让俄罗斯的人口翻了一倍 兴奋开明思想 并积极付诸实践 嘉奖各界学者 迎来俄罗斯的启蒙运动 作为俄国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他统治的时期 被认为是俄国的黄金时代 作为彼得大帝伟业的继承人 1782年 彼得大帝的同像 在其登基的100周年世界目 彼得大帝在腾越的巨马上 眼神坚定 马的后踢踩着一条毒蛇 象征着打败敌人 这是叶黄献给偶像的礼物 也是宣告 叶卡杰琳娜二世 是彼得大帝的正统继承人 一代女大帝被压上断头台 死亡的威胁让她忍不住颤抖 随着柜子手大刀砍落 叶黄被噩梦下的原地起飞 正所谓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此时的梦境就是叶黄现实的反应 走错一步 就是粉身碎骨的断头台 第三季的时间限在1774年 也就是俄罗斯大圣奥斯曼的前夕 上一季我们提到 随着奥地和波将金等将士的奋战 俄国已经取得初步胜利 夺下了克里米亚出海口 但夜黄仍然不满足 准备一口气打到奥斯曼的首都 让列强看看俄罗斯的强大 但此举遭到所有人的反对 理由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没钱 与奥斯曼长达六年的战争 各种税款已经掏空农民手中的积蓄 加上奴隶主的剥削 现在的俄国底层就是火药桶一个 因为东部的干旱比较明显 导致那里的农民连吃饱饭都是问题 而无论是哪个国度 底层人活不下去都会借干而起 俄罗斯东部爆发了农民起义 神棍戈萨克自称为彼得三世复活 蛊惑大量的无知农民开始造反 戈萨克是军队出生 不像之前都是农民被逼反 没有计划的轻松被镇压 戈萨克有一套完善的造反方针 比如他打出的还农民自由 停止交战争税 就得到广大农民的赞同 消息传到叶黄那里 让叶黄感觉有些荒唐 这都是第几个冒充彼得三世复活了 厂攻表示第34个 消息称此人跟彼得三世一模一样 此言一出 连塔叔都忍不住笑了 厂攻让叶黄先不要笑 他又收到一个坏消息 在法国的某处监狱里 一个资深女诈骗犯一来 谎称是伊丽莎白的亲生女儿 号召大家帮自己夺回王位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野兴家 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被叶黄第一次瓜分波兰 成为王国奴的波兰贵族 就花重金赎出一来 准备把他打造成 也新家眼中的俄国公主 用政治手段把叶黄拉下马 实现自己的波兰复国梦 这个消息让叶黄有点担忧了 哥萨克虽然背后 应该有某个欧洲国家支持 但撑不了多久 毕竟彼得三世公认被自己弄死 谁都知道他是招摇撞天的 一来则不然 由于伊丽莎白的情人一大堆 他们无法笃定一来就是假的 而且一来的背后 肯定不止一个欧洲列强加入 毕竟占领克里米亚后 他们得罪了太多人 当年叶黄是如何政变夺位的 但已经二十几的保罗思想更跑偏了 说自己不想提当年的事情 而且他也不想成为弑母之人 让自己的孩子憎恨自己逼死奶奶 他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 让明明只能干瞪眼 其实保罗还有一个不敢提及的原因 就是当年经历农奴暴乱事件 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保罗觉得他们应该废除农奴制 用法律限制沙皇专制集权 总的来说就是走向共和 这一想法得到家教的支持 两人天天躲在房间里边赚宪法 只能说想法是好想法 但彼得忘记俄国现有的经济文化 走向共和只能是梦里想想 此时的叶黄从国外到家里 可谓是内忧外患 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他一个个解决 而且已经有人向他伸出罪恶的魔招 哥萨克已经开始攻打 俄国南部的最大兵工厂了 一旦成功 他们就能武装大批的士兵 叶黄阵营也会缺少武器来源 叶黄没有当场发怒 毕竟内忧外患在即 不是追责塔叔越拳的时候 叶黄询问塔叔为何聚集理事会 想让塔叔给一个台阶下 而塔叔也敷衍地给了一个台阶 让矛盾没有更加的激化 这次理事会主要是针对哥萨克 派兵工打兵工厂的问题 以波将金和塔叔为首的大部分组合派认为 他们现在无论是军队还是军费都不足 最好的方法是趁机勒索奥斯曼一笔赔偿款 让早就没有资金的俄国主力部队调回 专心致志地评判 让农民起一步波及到西北两部 如果可以 他们最好可以放农民一条路 将其迁徙到南京的新战地区 负责巩固边界线和休养生息的啃荒 而小部分激战派认为 他们花了六年打赢了奥斯曼 就应该趁他病 要他命 军费不足的问题可以在苦一苦百姓 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至于反叛的农民坚决不能赦免 如果叛变成本太低 肯定隔三差五的叛变造反 面对两派的争执不休 叶黄并没有服从大部分人的意见 坚决地拥护激战派政策 事后叶黄责怪波将金 没有站在他的那一边 但波将金表示叶黄太激进了 他知道灭掉奥斯曼 对俄国称霸世界有所帮助 但占领奥斯曼 他们将直面整个欧洲列强 还是用虚弱不堪的样子直面 隔壁的东方古国秦国历史告诉他 要称霸乃至统一欧洲 是需要数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情 所以他们应该避其锋芒地向南发展 打造属于他们俄罗斯的巴蜀产良地 等有钱有人在大举西境也不迟 面对波将金的忠言 想一口吃成胖子的叶黄虽然不爽 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或许是最好的安排 谈恋爱一段时间后 叶黄和波将金的分歧越来越大 首先叶黄希望波将金能当好情人 跟他组建一个家 扶持他们的儿女当俄国国王 但波将金却拒绝当一个情人 也不想和叶黄生孩子 作为爱人 他不想45岁的大龄妇女叶黄 有难产的风险 作为一个励志强国的军人 他渴望有一个稳定的中枢 哪怕是继承人保罗只会拖后腿 波将金每天都在跟叶黄恳求 让他南下去啃荒 或者去东线跟奥斯曼打仗也行 可45岁的叶黄坚决反对 他就想跟波将金洗劫连礼 毕竟自己也没几年了 无奈之下 波将金只能偷偷准备南下事项 并且偷偷把叶黄送的礼物小岛卖了 换取啃荒的经费 恋爱脑和事业心 让两人的爱情出现裂痕 这是俄国王妃版的潘金莲 前脚和丈夫的好兄弟 躲在房间切磋排挤 弄得大汗淋漓 后脚就怂恿太子保罗造反 保罗的脸上笑容瞬间消失 试探地问明妮 自己是不是像父亲彼得三世一般英明神武 狡诈的明妮知道 保罗真正在询问的 是明妮是不是要效仿叶黄师父夺位 于是明妮避而不达 只是说自己也是俄国王妃了 命运跟俄国联系到一起 所以她才想知道叶黄的丰功伟绩 保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假装相信地带明妮去参观彼得三世的宫殿 说起彼得三世的丰功伟绩 前台词是我那英明神武的父亲 都打不过叶黄 你一个弱智少女就不要下仓谎 而明妮想的是 原来干掉丈夫的登基也不是很难 突然觉得保罗的脖子很适合砍一包 手有点痒了 上在谜局的保罗没有意识到杀鸡 还在真诚地恳求明妮放弃夺位 他们生个孩子好好地生活 最好把叶黄手中的长子也接来住 明妮顿时被吓了一跳 保罗居然有长子了 明妮询问后得知 保罗和索菲亚生子的那点二三世 私生子的出现 让明妮惶恐不已 无论是私生子在哪里 都会是她未来孩子的敌人 当然最重要的是 她的孩子不再是弃祸可居的存在 叶黄一个不爽 就可以扶持私生子上位 把她扫进垃圾堆 越想越害怕的明妮 通过说服安德烈的代价 成功找到了索菲亚和丈夫 她用帮索菲亚带回孩子的毒糖果 蛊惑索菲亚跟她结盟 母爱爆发的索菲亚失去了智商 居然答应跟明妮结盟 眼看毒气进展顺利 明妮可是格外的高兴 殊不知她的一举一动 早就被叶黄看在眼里 场公不止一次地提醒叶黄 索菲亚的各种叛逆之举 可叶黄完全不放在眼里 她反问场公 就索菲亚那个智商 还不如彼得三世的存活 能给她带来多大的危险 答案是几乎为零 且让明妮这个跳梁小丑去闹一闹 毕竟最近内忧外患的事情太多 她也想看一场马戏来开心一下 解决完明妮的事情 叶黄询问那两个冒充者的事情如何 场公表示哥萨克背后的支援者 应该可以锁定在法国 而欧洲的依赖背后 原来是波兰贵族和法国支持 不过法国后来看收益不成正比 又有哥萨克的联盟 便断绝依赖资金地驱逐出法国 目前依赖等人下落不明 除此之外 他们已经查过许多知情人士 都表示伊丽莎白女皇的情人太多 他们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没有孩子 听完场公的回报 叶黄下令必须严格彻查依赖 铲除这个隐藏的定时炸弹 与此同时 在俄国的边界线 因为战争和宗教信仰不同 奥斯曼教会对俄国教会大肆屠杀 主教被五花大绑的示威 叶黄得知消息后 开心地表示前来了 让人去教会那里哭穷 如果不想教堂被损坏 就交点保护费给军队 在教廷的帮助下 边境军队算是回了口血 但现有的困境还在继续 上一秒还有说有效 下一秒就对仆人拳打脚踢 这就是黄楚非明尼最擅长的反复无常 作为一个没权没事的黄楚非 明尼如果想要拉拢人才 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画大饼 用未来利益来拉拢任何人 但她选择的态度 是通过残暴的武力来征服所有人 这导致除了想利用她背景的下面人 会偶尔委屈求全以外 像塔叔他们这些上位者 里都不理明尼 拐着弯骂明尼是白痴 明尼也听不出来 事实上明尼的迷之操作许多 为了铲除保罗的私生子 她先是找到保罗一阵打胆情牌 希望保罗能帮索菲亚母子团聚 懦弱的保罗生性重感情 很快就被忽悠的参与同盟 严明这件事不能让叶黄知道 不然他们都得倒大霉 然而明尼转头就告诉了叶黄 说他们应该让索菲亚母子见一面 作为一个未来母亲 她不仍索菲亚母子分离 目的就是想激怒叶黄的处置索菲亚母子 让女皇把私生子流放国外 同时用这件事告诉重感情的保罗 如果不政变夺位 他们将来也会骨肉分离的 事实上明尼的目的做到了一半 叶黄的确是愤怒了 但想做掉的是她 索菲亚与私生子事件 是叶黄一手制造的丑闻 过程中伤害了许多人 所以叶黄一直都在弥补他们 只想把这件丑闻软处理了 结果现在都被明尼戳破了 叶黄打发走明尼 私底下找到塔叔 把明尼的事情告诉她 然后让塔叔去教导保罗管好后宫 同时透露自己会在私生子生日的早上 有一个会议要开 叶黄做这些的目的有三 第一是粉碎明尼的阴谋 让他们母子的隔阂 不会因明尼而更大 第二就是借塔叔这个 保罗唯一听得尽劝告的长辈之口 让她学聪明一点 别老是被明尼忽悠的团团转 果然在塔叔的一番劝告后 保罗开始对明尼起了戒心 第三就是透露开会时间 让保罗他们知道索菲亚母子 可以在生日那天团聚 于是在女皇的默许下 私生子生日那天 保罗带着孩子去见母亲索菲亚 时隔三年未见 索菲亚给儿子带来了生日礼物 看儿子玩得开心 眼角的泪不自觉滑落 索菲亚带着孩子四处玩乐 享受着美好却短暂的天伦之乐 一早上的时间就这样急促而逝 在叶黄来给孩子过生日的路上 叶黄为了让索菲亚母子能多待一回 特地走得很慢 不知道是不是叶黄的仁慈 让塔叔有了勇气 他祈求叶黄放私生子阿廖沙回国 这个祈求无关政治 只是因为塔叔是一个快死的老人 塔叔这一辈子热衷于权利金钱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朋友 年老时感觉到孤独 便跟第二部的侍女安娜求婚 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求婚 他对安娜有政治也有爱情 可惜后来安娜死于天花 而塔叔也因为嫉妒和被打脸的愤怒 杀了安娜的爱人谢苗 事后塔叔觉得很后悔 不应该摧毁安娜的一切 每个月都去安娜的坟前祭拜 不停地忏悔自己的罪过 在塔叔的余生里 他越来越讨厌空洞洞的房子 和冰冷的金币 他渴望来自家人的温暖 可以当他孙子的叶黄二儿子阿料莎 就是塔叔最喜欢的人 两人有着几个月的友情 虽然阿料莎被叶黄送到外国留学 但两人一直保持着通行 字里行间都是温情 让塔叔感觉到爷孙之乐 所以当他看见叶黄默许索菲亚母子团聚时 便以为叶黄能让阿料莎回来 谁知叶黄跟塔叔斗了十多年 早就把塔叔当成政治生物 叶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塔叔不仅想操控皇太子保罗 就把阿料莎送到北极去 叶黄饶有深意地笑了一下 与此同时 索菲亚母子正在忍痛分离 保罗看着这一幕 感觉心都要被救碎了 也有了许多想法 一个太子妃能有多弱智 叶黄的笑容瞬间凝固 一脸看死人的看着明妮 自己和保罗都还在呢 明妮意识到自己好像暴露 急忙解释开玩笑的 但这会是越描越黑 女皇直接下令取消保罗的南巡资格 为了满足波将军的南巷梦想 叶黄打算策划一出南巡 自己看看耿哥萨克的战争走向 做出最好的政治决策 波将军体验南巷几日游 省得天天念叨南巷 保罗看看名声极苦 少一点单纯 但听了明妮的这一番话 叶黄取消了保罗的南巷资格 这让保罗对明妮很是不爽 明妮拉拢大臣 与外国大臣联系的叛国罪 保罗其实一直都有察觉 但每次他发怒时 明妮靠着道德绑架和银河上瘾 总能让保罗不追究他的越举欣慰 把保罗吃得死死的 起初保罗尝试去改变两人的关系 但明妮一次次的捣乱 也让保罗开始心累起来 不想再管明妮了 话归正题 自古权利者离开中枢 都是动乱的起源 所以叶黄是秘密出宫 只有部分人来给他送行 而保罗迟迟未见人影 因为他正在被塔叔拉着商量大事 塔叔告诉保罗 等会一定要好好地欢送女皇 不要让他看出不对劲 他们要趁叶黄南巡好好的谋划 恢复皇位的合理继承体制 让他这个拥有罗曼诺夫王室血统的上位 而非其他私生子 塔叔的一番花言巧语 保罗很快就被洗脑 而女皇这边等不及了 恼怒地准备离开 保罗才姗姗来迟 叶黄很是高兴 狠狠地拥抱了儿子 嘱托保罗夫妇要如何如何 当然叶黄离开前 也不忘提醒厂攻 全方位钉死保罗和塔叔他们 而叶黄前脚刚走 塔叔就开始窜夺保罗搞事了 别误会 塔叔搞事的目的不是造反 也不是几年前那样想当摄政王 只是单纯地想为国家办点事 在几个月以前 塔叔就发现保罗走向共和的秘密 虽然塔叔对此嗤之以鼻 在私下里没少批评家教老师 说他们脱离实际的走向共和 是多么天真 但在保罗的面前 塔叔却肯定用法律去限制权力滥用 规范国家秩序的积极作用 用自己的理政经验帮助保罗编辑宪法 也正是这一行为 塔叔才得到保罗的认可 让他相信塔叔靠近自己 不是想利用自己 而真的是促进法律改革 塔叔的一个政治主张 俄国王室之所以动荡不堪 都是几任国王都是政变上位 最严重的叶皇甚至没有血统 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头 这会让大家认为 只要和俄国王室沾亲戴骨 就可以政变上位 就像明明一样天天梦想政变夺位 他们必须制定最严苛的继承法 王位继承以血脉轻疏为条件 非王室直系不能继承 哪怕是皇后也不行 这一主张听起来是想弄叶皇这个非邪同者 而塔叔说了一个前提 那就是叶皇之后 正如前文说的那样 为了能让心中的孙子阿廖杀回来 塔叔已经不敢再得罪叶皇了 所以这个主张并没有要求女王立马退位 同时为了让保罗坚发布计惩罚的底气 塔叔特地邀请了弟弟帕尼公爵来圣彼得堡 帕尼公爵是个手握重兵的军事人才 而叶皇为了打压塔叔一族的势力 一直把帕尼公爵调到莫斯科驻扎 无照不得出莫斯科 帕尼公爵来到圣彼得堡后 表示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 会坚决拥护心计惩罚的发布 然而他们没想到 尽管他们的会面隐藏很深 却还是被厂公的情报机构发现 虽然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 但厂公知道事情重大 快马加鞭的感到南部战线 将此事告知叶皇 而叶皇得知后也是正恐不已 名正言顺的皇太子保罗 全是滔天的实际丞相塔叔 手握重兵的帕尼公爵 造反的顶级配置有了 他们聚在一起会有什么好事 叶皇也没有难寻的心了 只能连忙返回圣彼得堡 但爱人波江金不想回去 他只想南下啃荒 不想回去当吉祥物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最终两个事业心极强的人 走向了分道扬镳 爱情就这样完蛋了 叶皇回到圣彼得堡以后 塔叔知道他们已经东窗事发了 但他赌叶皇不敢把事情闹大 于是他销毁了继承法的证据 谎称自己三人会面 只是保罗想平定戈萨克的叛乱 看看能不能调动西线的驻军 所以询问军事大佬帕尼公爵的意见 而这刚好也是会议内容之一 塔叔还表示他们知道自己犯了错 为了赎罪 自己愿意辞职 有真有假的坦白加上辞职行为 虽然没有打消叶皇的怀疑 但也让叶皇有了台阶下 象征性的处罚一下塔叔他们 便把这件事翻天 一场内乱就这样被掩盖下去 但来自外部的战争开始了 这应该是最惨的俄罗斯公主 生病时的体温将她灼得晕晕沉沉的 缓缓地倒下了 一旁的波兰贵族也下了一大跳 但又失去这张富国的王牌 匆匆地往手卷上倒些冷水 紧张地为依赖擦拭额头降温 只是她的病来得又快又猛 轻轻一壳便是大贪鲜血 两个男人对视一眼后决定 掏空身上仅剩的两个铜板 请来一个乡下老医生给依赖看病 贪心的医生在金钱引诱下 施展欧洲的万用放血疗法 狠心戳破依赖的手臂放血 可鲜血足足装满一瓶子后 依赖的脸色也不见好转 前驴技穷的医生用水沾湿毛巾 说要给依赖降温 实际上是在计划想怎么逃跑 波兰贵族看出医生真的没用了 装作相信地让她走人 看着掩掩一息的依赖 波兰贵族愁得瞬间老了十岁 而正在发烧的依赖 也没忘记假冒的俄罗斯公主身份 看着依赖如此的坚强 波兰贵族有了一丝希望 第二天 依赖迅速地睁开双眼 活力十足地叫醒波兰贵族 毫不客气地提出吃饭要求 依赖虽然醒了 但波兰贵族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钱了 不要说复国了 连去哪里要饭都是问题 但依赖是什么人 身为诈骗犯的 他从来不担心要饭问题 他先是用一波大饼 忽悠住波兰贵族 然后带他们去威尼斯 希望得到当权者的支持 可惜当权者不搭理他们 但这难不倒依赖 他很快编造了另一个身份 忽悠了一个人傻钱多的富商 进入他的仙人跳 富商掏出钱带慷慨地表示 里面的钱财可以随便花 然后绅士地离开了 两个波兰贵族看着一桌子的钱币 被如此快速地来钱方是震惊了 不想依赖霸气地表示 只要跟着姐姐混天下 不仅可以吃香喝辣的 还能捡个俄国的女皇做作 谁知他很快就被打脸了 在几次见面后 富商无法忍受这种欲拒还迎的方式 竟然对依赖动手动脚的 波兰贵族赶紧拔剑救人 在一番激战后 富商很快就被波兰贵族打趴下 但他也不是好惹的 说要么就杀了他 要么就把钱还给他 不然他活着回去就报警抓依赖 胆小怕事的三人组 终究是没有杀人的勇气 只能将用剩的钱财还给富商 可没有得到全部钱财的富商 还是报警了 这下子他们不要说富国了 可能还会有牢狱之灾 三人坐在酒馆喝闷酒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他们以为自己快完蛋时 谁知峰回路转了 法国路易十五去世了 孙子路易十六继位 与路易十五不敢明面得罪俄国不同 路易十六是摸不着头脑那种 在与造反戈萨克那矛盾情况下 路易十六找到了伊莱他们 打算利用伊莱搅乱俄国局势 法国大臣不仅帮伊莱摆平富商 还找一个俄国政治斗争失败 被流放欧洲的伊丽莎白情人公爵 认了伊莱做女儿 让伊莱的身份有了官方背书 不过法国的支持也不是好心 实际上他们就是把伊莱当傀儡 不止一次地提醒伊莱听话点 不然他们可以换一个伊莱扶持 在法国的强权下 伊莱虽然按照他们的命令 开始联系俄国对伊莱不满的官员 却开始谋划着逃跑 这个大臣正看着禁书 当他看得正热泪盈眶时 家里的百万豪窗突然被打过 同时传来石头落地的声音 吓得塔叔把眼泪都给收了回去 看着这块凶器 塔叔谨慎地没有直接上手 反复检查后发现是一封策反书 塔叔表忠心地将其上交伊莱 并且还做了充分防护准备 当初的奥斯曼毒粉盒 给他们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这封叛变信是伊莱寄送来的 他在信中大力抨击叶黄的证点 并想用高官后路策反塔叔 虽然这是无用功 但也让叶黄很不开心 策反叔前脚刚到 罪魁祸首法国后脚就上门 法国自觉用名为劝告 实为威胁地让叶黄从奥斯曼退兵 为了彰显法国的威胁力 法国自觉拿出一封伊莱写的信件 说这里面是伊莱渴望回国的家书 法国自觉的存在 让叶黄跟咽了死苍蝇一样难受 三言两语就打发他离开 在几天前 叶黄就找到伊莱的画像 跟伊丽莎白女皇 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不相干 叶黄确认伊莱就是诈骗犯一个 早就想找伊莱算账了 谁知伊莱居然先打上门来了 叶黄想派场公让人做掉他 但塔叔却不同意 他认为伊莱是谁的女儿不重要 重要的是背后支持伊莱的法国 而法国扶持他的目的 只是为了压制俄国的师叔有名罢了 如果他们将伊莱暗杀了 那欧洲列国就可以反咬一口 说叶黄这个谋朝篡位者是心虚 才灭口正统公主伊莱 列国将会以为伊莱复仇的名义东径 塔叔的话看似金玉良言 可叶黄明白 被欺负的原因永远都只是弱小 而非所谓的谋朝篡位 叶黄漫不经心地玩着老花镜 似是漫不经意的闲聊 却无时无刻不再试探塔叔的立场 两个老狐狸对视野 默契且狡黠地看向一边 走到他们的地位 忠诚只是一个好听的恭维词 价值才是两人合作的基础 塔叔因为阿料莎 不敢得罪强势的叶黄 但如果叶黄不再强势 他未必没有再起干戈的野心 各怀鬼胎的两人 边说边去看望重病的奥尔洛夫 自从和伯疆金闹掰以后 压力大的叶黄没有发泄的地方 他渴望得到发泄 便来看望对他帮助最大的前男友奥尔洛夫 可惜奥尔洛夫的头伤已经很严重了 一天中只有小部分时间清醒的 大部分时间都是疯疯癫癫的 而叶黄没赶上好时候 奥尔洛夫还是疯疯癫癫的 这让叶黄无比的赶上 不过他此行也不是白来一趟 靠着身上散发的权力之妹 他又收服一个群下之臣奥迪 那个覆灭奥斯曼地中海舰队的猛男 两兄弟共事一期 也算是外国版的俄黄女婴了 久经沙场的奥迪见朔不已 让叶黄得到充分的发泄 天天去找他疏解身心 在叶黄享受惬意时 厂公尽自作主张地派遣杀手 去刺杀毫无防备的依赖 可惜护卫来得太快 刺客只是重伤波兰贵族 就得撤退了 叶黄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 责怪厂公刺杀依赖 让欧洲以为自己是女暴君 让他名声受损 破坏他的好多计划 但厂公从始至终被骂 都只是因为刺杀没成功罢了 名声能值几个钱 厂公刺杀失败后 依赖不想给好友波兰贵族拖后腿 努力地练习剑术和不再乱吃东西 法国护卫军的保护更加严密 所有事情加起来 让依赖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这才是叶黄愤怒的原因 好在这时塔叔给叶黄出了一个主意 依赖毕竟只是诈骗犯出身的傀儡 没什么见识 他们可以对依赖使用美男计 骗依赖来俄国 届时怎么样还不是他们说的算 而且依赖是自愿离开的 欧洲想打也是师出无名了 叶黄本着有早无早打一杆子的想法 同意塔叔的计划 但叶黄一世决定不了美男人选 塔叔提醒叶黄 他们不是还有因为和鸣逆四同 被关在牢里的人间大炮安德烈吗 这对出轨的男女刚刚办完事 女人就问什么时候杀死她的丈夫 她一刻也不想让丈夫活着 这让情人安德烈冷汗直冒 安德烈认为 明尼是刚刚办完事 热血上头 才会想出谋杀储君的主意 可明尼表示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俄罗斯的女性君王 都是在床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而且如果不是自己帮忙 安德烈可是要被流放的杀人犯 安德烈文言赶紧谢谢明尼 却不知道自己沦落成杀人犯 完全就是明尼的算计 在几个月前 顽固子弟安德烈到处大手大脚的泡妞 导致负债累累 连父亲都恨铁不成钢的不搭理她 走投无路之下 她把目光放在早有婚约的富豪千金身上 企图骗嫁妆的还债 谁知这件事被明尼知道 明尼一直把安德烈当作走狗 直到安德烈叛逆后 愤怒的化身亲礼大师 为了让安德烈认清现实 明尼先是通风报信 让千金父亲和未婚夫上门抓奸 逼得安德烈无路可走 又设计安德烈和千金未婚夫决斗 最后在决斗中怒杀未婚夫 要知道夜黄严禁决斗这种私斗行为 加上还杀了人 安德烈虽然是贵族没有死罪 但流放边疆也是必须的 这时明尼又跳出来 化身救世主的搭救安德烈 一步步把安德烈玩弄于股掌中 安德烈这个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根本想不到是明尼害了他 一步步成为明尼的傀儡 成为他政变的一员 除了拉拢安德烈这些贵族 明尼为政变夺位 还偷偷给丹麦女皇写过信 并且通过法国大使转交 造谣安德烈一族都被夜黄杀掉 想丹麦袭击俄国的出海口 迫使俄国被奥斯曼打败 这样俄国的局势更加混乱 自己夺权也就更加方便 还好信件被夜黄的情报机构拦截 夜黄当场就烧毁了信件 想着是时候清理跳凉小丑了 而这一切明尼都不知晓 还在做着师父夺权的梦 明尼想除掉保罗还有一个紧要原因 就是因为保罗想杀了他 首先是保罗到处宣扬 因为明尼天天想当女皇 想跟夜黄一样掌控他 让保罗实在是心泪不已 他想生下孩子就和明尼离婚 反正他们的婚姻 也只是为了给夜黄一个孙子 这让明尼恼怒不已 离婚就当不成皇后 他拿什么政变夺位 明尼为了不让保罗替离婚 想方设法地逗他开心 装作无心权力的贤惠妻子 不知道该说明尼会演戏 还是保罗太傻 很快就又相信明尼 还把自己的走向共和秘密 偷偷地告诉明尼 说自己已经开始编制宪法 准备让权给参议院来限制军权 同时沙皇也由票选产生 自己还要解放农奴 这让明尼一阵不爽 没有了至高无上的军权 当女皇有什么意思 他只能委婉地劝告保罗 如果权力不高度集中 就会导致国家的力量过于分散 可能会导致中央与地方失衡 导致俄罗斯出现50个州 万一那个州不支持票选出的沙皇 可能分分钟独立的 可保罗完全听不进去 而且或许是夜黄给他打出心理阴影 他居然不允许女性当沙皇 理由是女性太过于感性 这无异于给了明尼最后一击 愤怒地拿枪指着保罗 怒吼为什么不能有女性当沙皇 保罗还没有开口说答案 侍卫就听见声音闯进来 明尼只能收起枪 说自己是和保罗开玩笑的 明尼看似云淡风轻 可心里却是杀意四起 要是保罗尚未发布这些条款 就算自己复刻夜黄是复夺位 也当不了全俄罗斯的沙皇 绝对不能让保罗发布宪法 明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告黑状 他把保罗的事情通通告诉叶皇 还特意提及 保罗在市中心设置名义箱 大家可以不通过叶皇地向他传递名义 这是要夺权夺名星啊 面对明尼的指控 叶皇虽然恼怒 却也按下怒火地质问明尼 是否和安德烈私通 此时明尼的私通已经东窗事发 具体原因之前讲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当看见来抓他的厂公 明尼都被吓得大小便失禁了 最终明尼被厂公带走软禁 彻查明尼私通的真相 而那个形同叛逆的儿子 叶皇想起来就想打人 可以想到儿子之前的哭响 叶皇就下不去手 这也许是保罗长大之后 第一次拥抱母爱 他在叶皇的怀里缅怀父亲彼得三世 而叶皇面对久违的儿子依靠 竟有点手足无措 就在一天前 太子和安德烈乔装打扮来到集市 寻找叛乱者哥萨克的画像 只因哥萨克自称是未死的彼得三世 而且跟保罗一样渴望解放农母 让保罗认为哥萨克是善良好人 希望哥萨克就是彼得三世 尽管这个希望很小 没有一个孩子 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在 保罗用金币买通街头小混混 带他们来藏有画像的地方 保罗他们编造一个信仰彼得三世的假身份 想买一张画像 然而这些贩卖画像的人 其实都是哥萨克的人 他们很辣且卑鄙 很快就识破保罗的身份 双方立即展开激战 保罗和安德烈边打边退 不但安全地逃脱 保罗还杀了几个人 第一次杀人的恐惧 和失去父亲的悲痛 让保罗难受到不行 不停地喝酒麻痹自己 叶黄得之后 跑来怒骂保罗发什么疯 然后出现开头那一幕 面对儿子的哭泣 叶黄的愤怒顿时全无 虎为百受尊 谁敢出其怒 唯有亲子情 一步一回顾 此时的叶黄想到保罗出生时 被伊丽莎白抱走 自己多么地绝望难受 与保罗两年一见的生活里 他是多么思念保罗 虔诚种种 彻底击垮叶黄的心 最终叶黄离开了保罗寝宫 让下人好好照顾保罗 时至今日 保罗被明尼举报造反 叶黄虽然第一时间搜查保罗寝宫 想找到那份宪法文件 但还是担心真的找到宪法文件 因为这样母子俩就得撕破脸 反对农奴制的贵族也会杀了保罗 自己保不住他 还好因为有侍女通风报信 保罗提前把文件烧了 这才有惊无险地躲过搜查 事后叶黄让人取来 明尼举报的名义箱 保罗解释只是不想 让一些小事麻烦叶黄 保罗只好乖乖地打开箱子 让叶黄看看里面成堆的信件 然而叶黄只是随便扫了几眼 就把信件丢到一边 让人把信件全部烧毁了 叶黄并没有说 要如何惩罚保罗 只是让保罗记住一句话 保罗如果享受人民的爱戴 成为一个好的君主 那么他不仅要为自己负责 也要为将来的子孙后代负责 保罗听完表示知道了 随后拿出一封治理国家的论文 给叶黄看 这是塔书让保罗给的 保罗写宪宪法的事情 已经传出去了 解放农奴已经引起大家不满 好在这只是明尼的一家之言 保罗交给叶黄一份 关于国家的论文 表明是明尼误会了 给大家一个台阶下就好了 毕竟不会有人 想当攻击皇太子的出头鸟 生怕现有叶黄和将来国王报复吗 因为这一个台阶 叶黄的脸色好了起来 说保罗如果想管好一个国家 先管好后宫那个家比较好 一场风波就此解除 但新的风波总在开始 欧洲的皇室有多包容 叶黄得知太子妃明依 常年累月地背叛皇储保罗 与安德烈天天策马奔腾 但叶黄却当作此事没发生过 毕竟他还要名利给他生孩子呢 至于情夫安德烈 叶黄不仅没让他断子绝孙 还要对他为以重任 叶黄告知安德烈 他需要用安德烈的种马技术 去奈布勒斯国 将冒牌王室依来哄骗回国 此前法国为了不彻底惹怒俄罗斯 已经将依来扔到奈布勒斯国隐居 叶黄会任命安德烈为驻奈布勒斯大使 前往奈布勒斯执行计划 叶黄斥令安德烈不要想畏罪前逃 如果自己发现安德烈逃跑或消极代工 就让安德烈体会一下 中国的株连九族是什么意思 为了给安德烈去抢人的勇气 叶黄特地派情人奥地一同前往 奥地在地中海一战覆灭 奥斯曼地中海舰队 名震欧洲 有奥地带着小部队一起去 那布勒斯国王绝对不敢有小动作 同时奥地也可以很好地监督安德烈 看着奥地蠢蠢欲动的凶手 安德烈重新地答应去那布勒斯 解决了一来的事情 叶黄又写了加急信给前线的波将金 让他带着部分主力回归 哥萨克的农民起义运动 已经改为奉行三光政策 对东部造成了巨大破坏 已经超出叶黄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所以他希望波将金能够回来评判 但收到信件的苏沃洛夫和波将金 都一致认为 他们必须先挫败 企图攻占克里米亚的奥斯曼部队 才可以返回 于是他们装作还没有收到信件 对奥斯曼展开攻击 一场激战后 他们歼灭了奥斯曼的大批部队 把奥斯曼打得很疼 但叶黄却高兴不起来 这件事从国家来看 波将金他们是有功之臣 但从当权者来看 就是暗示叶黄的权力开始动摇 连波将金和苏沃洛夫这些嫡系部队 也开始动摇 枪杆子和钱袋子 失去哪个都会是致命危机 叶黄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了 到底是应该死成 看看能不能一口气吃成大胖子 还是顺从在场大部分人的和谈建议 现在的俄罗斯从官员贵族到百姓农奴 都不想深陷于奥斯曼的战争了 而叶黄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会议结束后 叶黄找到波将金 用委屈的姿态表示自己错了 现在和奥斯曼和谈才是正确的 他会找人谈判的 对于哥萨克叛乱 塔叔推荐了很有能力的弟弟帕妮公爵 但自己担心塔叔一族权势过大 所以他希望波将金去评判 但波将金认为这样会很麻烦 他们可以简化一下程序 首先是同意帕妮公爵出征 但帕妮公爵只能在莫斯科的贫困县招兵 让其有评判却无造反的经济实力 同时让塔叔去南县跟奥斯曼谈判 让两兄弟一东一南 没办法有效地交流 和谈成功后 自己顺道留在南京助手和啃荒 苏沃洛夫带南京主力去评判 如果帕妮公爵想造反 就让苏沃洛夫把他一起评的 其实政策很是简单 只是叶黄一直太过于想一口气吃饱 于反对他的大臣宁巴 才会一直迷茫到现在 被波将金一余点醒的叶黄 迅速地发挥政治智商 在波将金的基础上做出更加平衡的安排 并令波将金为新俄罗斯总督 都督南方的肯荒大使 几天后 塔叔前往南京与奥斯曼谈判 得到任命书的帕妮公爵 则前往莫斯科招兵买马 当两兄弟分别的那一刻 属于哥萨克叛军的末日开始倒计时 最尴尬的是 此时的叛军内部也在叛乱 失衡遍野的小树林里 一个女孩被绑在树上 双腿被岔开 裙子上全是血污 从他痛苦不堪的脸上 可以看出他生前遭遇了什么样的折磨 这便是俄罗斯东部的哥萨克叛乱 又称普加乔夫起义带来的叛乱 普加乔夫是带头的哥萨克首领 因为叛乱的主体是哥萨克的人 加上前文他们的戏份不多 所以我们就简单地称呼为哥萨克叛乱 现在属于他们的戏份到了 我们就会戏份一下 哥萨克人在普加乔夫的带领下 已经从正义的农民起义 变得跟暴徒一样 走到哪里就三光政策到哪里 说好了跟农民造反可以分得土地 但普加乔夫根本就没有怎么分 一个人拥有占领地区的99%土地 还为抢军粮四处烧杀掳掠 已经失去最重要的民心 而在造反集团内部 哥萨克的首领普加乔夫 已经沦陷在金钱地位当中 他真的把自己当皇帝 对属下军官动辄打骂沙头 让军官一直很不爽 同时他为了不让军官有造反能力 居然只任命军官为中级官员 由他一人总览军政大使 这导致除了他所在的战线 其他战线因为没有方面军军长 都是一堆平级的团长 无法协调统一而屡屡吃败仗 综上所述 军官没有上升空间 生命还很危险 又屡屡吃败仗 很多军官已经不满地反对普加乔夫了 谁知普加乔夫还不知道悔改 认为自己就是皇帝 是广大农民的救星 依旧我行我素 然后用一个决定 堵死自己的最后一条路 色星大旗的普加乔夫 霸占了一个市长夫人当皇后 要知道在此之前 普加乔夫为了获得造反资本 答应会立下属的女儿当皇后 让女孩做军官们的代言人 可如今普加乔夫不仅出而反而 还让女孩去服侍他霸占的市长夫人 如果女孩反应慢一点 普加乔夫就当场打女孩 完全不把众多军官放在眼里 这深深地刺激他们 他们可是一起开国的勋贵集团 在哥萨克内部是有股份的 于是不服的二把手他们 趁普加乔夫打猎时 以意图行刺皇帝的罪名 将市长夫人调死了 普加乔夫知道爱人死了以后 居然想打死二把手的复仇 虽然因为其他属下的劝告 二把手没被打死 只是被打晕过去 但内部之间的裂痕已经肉眼可见 二把手醒来以后 不顾属下的劝告 带着本部人马去抵御帕尼公爵 然而这种无法协调统一的叛军 遇到帕尼公爵的部队 几乎是一触即溃 叛军的空间正被一步步压缩 与此同时 安德烈一行人已经到达奈布勒斯 与奈布勒斯国王简单地进行了交接 在交接会议上 安德烈那特殊的男性魅力 很快就吸引了王后的注意力 看来有趣的事情要开始了 几天后 安德烈凭借自己的技术 很快就征服了很多侍女 并趁机询问一来的消息 但其中一个侍女是王后的心腹 她向王后汇报了安德烈的怪异行为 其后才是他们的男欢女爱 侍女表示安德烈其实也没什么的 只是昨晚她至少哭了两次 看得出来 王后看上了安德烈 这件事很快被那布勒斯的国王知道 不过国王也不在乎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国家的风气开放 国王知道王后想睡安德烈 王后知道国王想睡依来 但他们完全不放在心上 王后他们不但够玩个的 谁也不干扰谁 还给彼此出谋划策 让依来他们一起参加荒唐之夜 这是一场奇异的化妆舞会 在这里 你可以尽情地和任何人谈恋爱 甚至同时和几个人都可以 不用担心自己的另一半不开心 因为他们此时也在谈恋爱 简直就是个玩个的的豪华升级版 在化妆舞会上 安德烈终于看见了依来 他立马就开始执行色诱计划 安德烈一步步地靠近 迫不及待地想和依来谈恋爱 但依来却不留情面 一把推开他 表示自己不是轻浮的人 安德烈的辽媚大业 第一次遭遇了滑铁炉 让他一阵地不爽 就在他郁郁寡欢之际 另一个戴面具的女人 走进他的房间 王后听完侍女的报告后 对安德烈更加的好奇 想知道他是怎么把侍女弄哭的 随后想实操一下 在这个各玩个的的舞会上 一切都是无罪的 而另一边在各玩个的人则是塔叔 他负责与奥斯曼的谈判 但奥斯曼人得到法国撑腰 企图想继续打下去 然后通过帮伊莱夺位来实现胜利 于是奥斯曼丞相在第一次见面时 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 用各种理由敷衍自己的迟道 和新任苏丹生病了 谈判有点难进行下去 七天后应该可以开始新的谈判 换做擅长打仗的波将金他们 可能真的被忽悠了 但塔叔这个老狐狸不会 他表示问题不大 他们就像以前一样个玩个的 奥斯曼继续积极准备谈判 他们继续攻占奥斯曼的地盘 等苏丹什么时候能谈判了 他们在像今天这样和平谈判 至于丞相迟到的问题 塔叔表示俄国有种造价百万金币的马车 速度快地让奥斯曼丞相不敢相信 他建议奥斯曼丞相来一亮 奥斯曼丞相的脸色有些不好 攻占地盘 十道赔偿费百万金币 这是狮子大开口啊 奥斯曼丞相气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可若国无外交 苏俄罗夫和波将金看出 奥斯曼丞相已经怂了 连忙复和塔叔的表示 他们马上就可以再次开战 七天后就能将战线推一百里 甚至可以达到奥斯曼首都了 看着又要损失一百里的国土 奥斯曼丞相当即就怂了 表示最多两天 苏丞就会前来和塔叔谈判 丞相的消息很快传到苏丞手中 面对俄罗斯的步步紧逼 苏丞只能动身准备求狐了 法国自觉知道后 连忙让苏丞再撑一下 法国会给他解决俄罗斯的 苏丞反问法国自觉还要撑多久 因为战争 他们损失了很多军人和国土 百姓也流离失所 面临亡国危机 反倒是法国整天巴巴巴的 却一分钱都没有损失 要不换过来 法国去跟俄罗斯死磕 他在后面负责巴巴巴 自己绝对巴得很专业 法国自觉无言以对 只能放狠话地离开 两天后 和平哥在边界线开始飞翔 奥斯曼同意赔偿大量违约金 哥让被占领的国土来求和 消息传到叶黄的耳中 让叶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压倒他的三座大山 如今已经搬到了一座 现在就看安德烈和帕尼公爵的 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一把长剑刺穿女人的咽喉 刀剑穿透底下的木板 血液滴答滴答的声音 令在场的人反复未吐 然而在众人眼中已经凉透了的女人 在黑袍魔术师的魔法下 竟奇迹般地睁开眼睛 又活了过来 不等众人反应 黑袍魔术师询问在场的众人 有没有勇者想体验一下 这神奇的复活术 比如看起来就很勇猛的奥迪 尽管色诱目标一来就在旁边 奥迪还是拒绝体验 承认自己不是很勇猛 奥迪说婉绕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正前方那猥琐的国王 在几天以前 安德烈又一次色诱一来失败 心灵遭受了重创 眼看叶黄给的时间一天天飞逝 安德烈都想坐着等死了 谁知奥迪打算出绝招了 让安德烈去散布一个谣言 奥迪白了安德烈一眼 让他去散播自己是被叶黄流放来的谣言 自从叶黄的权力稳固后 开始讨厌那些帮他正变夺位的有功之臣 讨厌自己的黑历史 正在清理他们 安德烈表示不愧是士军者 拿自己作耳 真是一个狠人 在安德烈的散播谣言下 士军者奥迪就在奈布勒斯 还即将参加国王舞会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一来的耳朵 而一来走上冒充者道路的那天起 就被当傀儡各种呼来喝去 就算是送他昂贵礼物的那布勒斯国王 也只是想睡他而已 这种命不由己 朝不保夕的生活 一来已经过够了 他有名无兵 奥迪有兵无名 面对奥迪这种真正需要换大佬的实力派官员 一来是真的不想放过 于是他盛装打扮地来到奥迪面前 主动跟他搭讪 见到鱼儿上钩了 奥迪装作一副惶恐的样子 说他们不适合见面 安德烈正在监视他们 如果他向夜黄举报 他们会完蛋的 在奥迪的引导下 一来一步一步走入他的陷阱 问题光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不行 还得让一来丧失理智判断 奥迪知道一来一直被国王骚扰 于是在舞会上 奥迪主动邀请一来跳舞 避免国王继续骚扰一来 奥迪得到一来放心的同时 也得罪了国王 然后就出现开头黑袍魔术师那一幕 奥迪知道 黑袍魔术师其实是国王派来的 如果自己真的被激将法弄上去 黑袍魔术师肯定会说魔术失败 将自己赐死当场 所以奥迪拒绝了这个傻要求 奥迪以为此事到此为止 谁知国王根本就没有王者气度 也没有智商 因为争中吃醋 居然雇佣刺客刺杀奥迪他们 要知道俄罗斯是正在崛起的强国 而内布洛斯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国 俄罗斯只需要触动一个步兵团 就能灭亡他们 一番激战后 奥迪虽然打退了刺杀的人 但自己也被划了一刀 而且刀上被催了毒 奥迪当场就倒地不起 安德烈请了很多医生来看 医生都纷纷表示奥迪活不过一天了 消息很快传到伊莱的耳中 只是片刻思考 伊莱就猜出了前因后果 他急忙拿上国王送到宝石项链 去找黑袍魔法师救人 而在宝石项链的诱惑下 黑袍魔术师去营救奥迪 最终奥迪在黑袍魔术师的峡谷倒下 成功地转为维安 事后 波兰贵族表示很生气 责怪伊莱去营救奥迪 那可是他们的敌人 可伊莱不管这些 只是坚称奥迪是被自己害的 他要负责 自古以来 最容易打动女孩心的 莫过于英雄救美 奥迪成功地吸引了伊莱的注意 让伊莱成为恋爱脑 之后的日子里 奥迪打着感谢救命之恩的名义 经常来拜访伊莱 两人渐渐擦出爱的火花 面对自己的沙堂哥仇人 伊莱却没有报仇 而是主动亲吻了奥迪 沦落在奥迪的恋爱陷阱 这让一旁的波兰贵族气愤不已 当场就甩帽子走人 回去后 波兰贵族告诉同伴这个消息 同伴只是淡淡地表示知道 他们该收拾东西离开了 当波兰贵族离开家门时 正好撞见回来的伊莱 伊莱问他们为什么要走 在一起招摇撞天的日子里 他们早就把自己当成家人 波兰贵族表示 伊莱想要的幸福是奥迪 他们不责怪伊莱 而他们的幸福是富国 希望伊莱不要责怪他们 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家人的离开 让伊莱内心一阵五味杂沉 他约奥迪出来 提出两人私奔吧 他不要王位了 奥迪也动了真心 同意一起私奔 全然忘记叶黄给到任务 想要跟伊莱双诉双飞 安德烈表示你想私奔 我的九族你可以不在乎 那你自己的九族呢 安德烈嘲笑整天 只顾谈恋爱的奥迪 他还不知道吧 在他沉沦爱河的这段时间 俄罗斯内部已经平定 哥萨克之乱 叶黄已经全力以赴地 对付伊莱了 在一个月以前 苏俄罗夫将军用 边打边收买的方式 一路料理叛军 而叛军二把手见大势已去 加上和普加乔夫积怨已久 就联合所有仇恨普加乔夫的军官 发动叛乱 用普加乔夫当头名状 向苏俄罗夫的部队投降了 叶黄知道后 第一时间到莫斯科查看 叶黄一直很好奇 普加乔夫率领的哥萨克人 是怎么把俄罗斯东部打成筛子的 叶黄不相信哥萨克人 有这么大的能力 肯定背后有人支持他 普加乔夫表示支持他的人 就是广大的农民百姓 只要贵族一直压迫 农民百姓就会造反 自己给了农民自由和慈悲 他们才会支持自己 这句话让叶黄愤怒不已 开始指责哥萨克的三光政策 他们曾经将反对他们的男人 通通包皮 然后往他们身上撒满了盐巴 让他们在哀嚎中痛苦而亡 然后哥萨克人把他们的妻子女儿玷污后 刺穿身体的绑在树木上面 他们攻下一座城市后 屠杀了七天 事后俄罗斯军队去拉尸体 拉了三天都没有拉完 尸体堵塞了整条河流 叶黄细数哥萨克之乱的罪恶 怒吼如果这就是农民想要的人词自由吗 这就是普加侨夫的人词自由吗 面对叶黄的质问 这个冒充彼得三世的神棍普加侨夫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得看着普加侨夫也是一阵的悲愤 他曾经因为普加侨夫释放农奴 将他引为知己好友 袭击他是自己的父亲 甚至冒充百姓去找他的画像 可如今来看 普加侨夫只是一个恶魔罢了 见完普加侨夫后 叶黄召开处理会议 以帕尼公爵为首的激战派认为 应当处死所有叛乱的哥萨克人 同时主动支援 或者是被过食物的村庄 全部都得杀鸡儆猴的叛国最徒村 面对如此极端的政策 保罗居然赞同 一直软弱的保罗 在走过被屠杀完的人间地狱后 他表示没有意义的仁慈 只会害人害己 他们应该处死那些叛逆者 让他们不敢轻易地造反 不然最后受伤害的只是人民 杀普加侨夫一人 就俄罗斯东部百万人 那才是真的仁慈 面对保罗思想观念的改变 叶黄觉得很是高兴 这算是储君该有的理念 但叶黄拒绝这个建议 在叶黄看来 普加侨夫或许真的没有外国支持 是被压迫已久的百姓 怒火爆发才导致今天的悲剧 所以他下令 除了叛乱的主要分子和最大恶极分子 杀鸡儆猴的处以极刑 叛乱地区的村庄各色人员 无论与叛军是何种关系 就此既往不救 哥萨克叛乱背后的农民起义 用人民的力量好好给叶黄上了一课 不久后 普加侨夫在莫斯科广场被处以极刑 压倒叶黄的两座大山又到了一个 只剩下最后一座大山依赖了 为了解决依赖 叶黄一天发十二封诏书给安德烈 让他赶紧带依赖回来 时间线回到现在 看着叶黄发来的诏书 奥地虽然舍不得依赖 可为了九族 却也不得不设置致命的陷阱 这个女人为了所谓的爱情 成为了阶下球 还怀上了仇人的儿子 可他却不知道该不该后悔 在几个月以前 他还是笑容灿烂的纯真女孩 乘坐吊板从海面缓缓地升起 来到他丈夫的眼前 将手放到奥地的手心 一步步来到他的面前 他们将在这艘爱的剧船上 举办幸福的婚礼 却不知这是奥地设置的牢笼 奥地拿出一套婚纱 送给伊莱做结婚礼物 伊莱穿上礼服 戴上头纱 正式成为奥地的妻子 然而等伊莱第二天醒来 就被俄罗斯军队团团围住 宣布他被捕了 伊莱不相信 不停地大喊奥地名字 听着伊莱的嘶喊声 奥地心都要被撕碎了 他让安德烈把自己抓起来 跟伊莱关在一起 营造他是被叶黄清算的样子 维护他与伊莱真挚的爱情 可安德烈表示自己是戴罪之身 是不敢得罪奥地的 于是奥地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不停地念到伊莱说过的话 一个月后 伊莱被押送往圣彼得堡 此时的他还穿着那身婚纱 担忧丈夫奥地的下落 也是够可怜的 叶黄得知伊莱被抓捕后 命人把他关在要塞最深处 拷问背后支持他的国家 以及国内有那些人 而在场公汇报的下一条消息中 叶黄得知奥地和伊莱的爱情 立马就召见奥地询问情况 叶黄怒火奥地不仅背叛他 还让伊莱怀孕了 面对叶黄的怒火 奥地跪下承认一切都是他的错 他恳求叶黄念在以往的功劳 放过自己的家族一马 也改判伊莱为终生监禁 然后用叛国罪的名义 将自己和伊莱关在一起 他们以后再也不会给叶黄添麻烦了 但叶黄可是被背叛感情的母老虎 他被怒火冲昏了理智 他杀人诛心地让奥地去见伊莱 劝他签下叛乱认罪书 和供出幕后黑手 自己就放过他们 还让奥地一定要尽快 伊莱除了检查出怀孕 还被检查出肺结和中期 没有治疗撑不了多久了 奥地立马前往监狱劝服伊莱 当奥地前往监狱的时候 伊莱还在担心奥地有没有被折磨 这让奥地一时无法开口 很想开口继续骗伊莱 但是伊莱看见奥地的军服后 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他怒吼奥地给他滚 伊莱越吼越癫狂 奥地怕他失去理智地做错事 只能离开 之后的日子里 奥地每天都来找伊莱 希望伊莱能认罪 可不知道伊莱是被所有人掌控太久了 想决定一次自己的命运 光荣地死去 还是骗人骗到把自己的骗了 真的以为自己是伊莱沙白女皇的女儿 死活不承认自己是骗子 时间一眨眼又过去几个月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一来生下他和奥地爱情的结晶 本人却因为费结合家难缠而亡 自此 夜皇终于打倒了三座大山 在这条道路上 似乎没有人得到好结局 但或许是宿命最好的安排 奥地退伍的隐居乡下 照顾自己的傻哥哥尔洛夫和孩子 博将金和夜皇分手后 和苏沃洛夫将军南下肯荒 塔叔终于攻城身退地辞职成功 并得到见阿廖莎的机会 只不过此时的阿廖莎因为屡遭背叛 不再相信任何人 变得无比暴力 而跟塔叔那些温情的书信 其实都是阿廖莎的家教冒充 塔叔其实从未拥有过天伦之乐 不过塔叔也不在意 他全当是背叛安娜的报应 安德烈因为冥冥思通时间 最终还是被处理了 至于剩下的夜皇几乎重叛清理 不过他也不在乎 这条王者之路注定是孤独的 陪伴的他的只有源源不绝的对手 而在不远处的法国 又一个强劲的对手 即将带给夜皇噩梦般的挑战 他的名字叫拿破仑